第一位是结婚里有一位啊金菊 问的 在吗 哈喽我在 嗯 OK 开口比赛 我就开始一个讲 开口比赛是这样子 开口比赛 开口比赛 更针对于 我给你首先回答 开口比赛对球职有用 但是仅限于部分职业 就是不是所有职业适合走开口的 其实开口主要还是 主要是这几个主职业啊 Data Scientist和Data Engineer Data Engineer和Mustle Learning Engineer 这三个是对求职是有帮助的 而且但是求职对求职有帮助 首先求职有帮助 有帮助的话 必须拿奖牌 这如果你没有拿奖牌的话 纯参加开口是没有用的 嗯 然后呢 它一般有有奖牌 首先一般是基于银牌 以上 是有用的 所以一般银牌不是金牌 然后越大规模的开口比赛 越有用 但是呢 开口比赛还有好处是 对效招 和射招 射 招 射招都有用 这么吧 开口所以它其实目前 帮助有限 如果有时间的话 可以多打几场比赛 其实就是不止 不止开口 打比赛有用 任何国际比赛 国际的编程比赛 编程类比赛 对企业都有用 对效招都有用 不错了 对效招都有用 这是开口比赛 然后比如说像那个ACM啊 开口啊 还有论文啊 还有那些 Lead4的自己的啊 这些一般是都是对 效招是有用的 因为效招一般 一般就是GPA 要不然比赛 要不然你的在学校的Title 这三种一般是对效招有用 其他的没有太多的用处 然后射招的话 射招的话 只有开口对效招都有用 特别明确就是开口还是可以对射招效招 都用的 但是你像其他的呢 大部分其实对射招没有太多用处 因为很多企业不论看 因为开口的比赛好处是什么呢 开口比赛是真实的企业的需求 然后企业拿出来一定的钱 放在开口上去打比赛去用的 然后呢 加上自己现在其实也在做编程比赛 叫TopCoder Challenge 其实也是针对于类似这种比赛的 目前当然刚刚开始 所以说企业目前认可程度可能没那么高 但是我们后面是想把TopCoder Challenge 我们自己组织的这种比赛 比较深化研究下去 未来如果拿第一的话 其实还是有用的 还是有些用处的 那金局你还有啥问题吗 嗯 您说这个银牌以上感觉还是难度挺大的 对 因为你球球的话是一般银牌 或者这么说吧 银牌以上对校招有用 那射招呢 对说错 对射招有用 同牌以上 对校招有用 就对学生的要求稍微低一点 对因为你其实想一想 你大部分的竞争对手 他没有这个东西 嗯 就是你的竞争对手 你的校招的竞争对手 很多都没有这个东西 我感觉身边还挺多同学打比赛的 一个个都特别牛 打比赛得获奖啊 那倒也是 那他不能只是爱好打比赛 但没获奖 没获奖就没有用啊 那如果说参加比赛没获奖 我还要写到简历上吗 那也没有用 好办 对你会感觉你可以写 但是你可以说你的爱好打比赛 你的爱好就是打开口 但是没有牌蛮难的 因为这些牌啊 像是证明你个人到什么水平 让企业方可以快速盖得到你的 你目前能力 嗯 感觉还比较矛盾 因为他这个比赛越大规模 他就越有用 但是越大规模参加的人越多 大佬运集就更难拿奖的 对 嗯 而且我总在小红书上看到 就是说有什么清华大佬带队打开口 然后抵下一堆人对眼睛 那种是那种是真的吗 我们之前打开口啊 带着那个第一的班族同学打开口 拿银牌呢 哇 这么酷 Hidezone也拿过一个银牌 Hidezone是拿了 那场是拿了两千多块钱吧 但是大佬是老师拿错 一部分分给了学生 嗯 对 因为小红书上就很多那种发的 然后我就不知道靠不靠谱 嗯 这很难说啊 因为这个东西吧 说实话 你可以去参与 还是一样的 这参与的过程中 得贡献多少 不能说没有参与 然后顺了一个牌 也不是特别 就完全靠队友也不行 对对对 其实因为它最后 因为这个其实有时候 就会将出一个假象 就是你感觉有很多的 会出现迷行面试 但是总是拿不到offer 就容易走偏 但实际上 企业还是会看本身 这个人的水平到多少 效招的话 是其实挺有用的 但是也得翻 有的是关键 有的公司他不看这个 有很多公司 其实不看这个 因为开口上的比赛 也是非常的乱的 就是我们像这样人自己 也可以到开口上 发起一个比赛 比如说我们把那个 我们自己的挑战者 直接放到开口上 然后让你们打 因为我们给的钱 其实比开口里的 奖级还要高一点 其实都是可以的 明白 那像您说的 上面列出来的三种职业 这三种的话 是不是就去 主要是对应的 那些machine learning的比赛 对 基本上是正对 machine learning的比赛 因为其他的房页 不是特别看 你像forstack 这都不看 不信这个 嗯 对 是 对 forstack什么的 主要还是看技术站 对 其实你要知道 这个公司的核心是什么 公司的核心是让 这个员工进入公司 能快速把这个fisher 给开发起来 他就看这个东西 你什么时候能快速开发 他越要你 所以说肯定要尽快的 能完成这个fisher的开发 但是如果说 因为其实像Amazon 我们经常也出现那种 呃 因为我经常听Amazon的 那些manager说 呃 这个人纯刷刷刷刷刷 上来的 但什么也做不出来 也经常会出现这种抱怨 嗯 明白 是这样的 对 因为开口啊 真正有用 哎呦 我刚刚忘记了 还得两个以上 你笑招 OK 但射招 还是得两个以上 笑招也要两个以上 是吧 嗯 笑招 那个射招两个以上 射招两个以上 OK 对 笑招就是那个 graduate program 是那个吗 对 就是这批 那 比如现在已经八月份 我还是在年底 11月毕业之前 打两场比赛 可能吗 可以 有的很短 有的很短 就行了 有的很简单 没人参加 对于其实来说 就是 我说的是这样子 这种牌 这种牌 就是说 他没有别的一些经验了 他只有开锅比赛的经验 他就两个以上 去证明自己 OK 但如果你有别的经验 或者怎么着 你可能一块 可能就够了 就是其实是相骨相成 把你这个人设打到的 把你的用户画像 打到得跟他清楚 因为这些很多人 他只打开锅 他不做项目 不做经验 他就得拿这些牌 这条路 让大家让企业知道 我能力可以的 嗯 所以有些的人路不一样 然后如果说 你有打开锅 有打经验的话 其实都是能够加成的 都是能互相帮助的 对 所以我就想 因为这些期 我肯定是要做一份实习 然后同时 如果能再打两个开锅 我觉得更保险一些吧 嗯 对 都可以也打两个开锅 或者参加什么编程比赛 或者考一些 证书 没有太大用处 但是呢 也是可以帮助去构建你这个人 证书 AWS那种 对 首先证书是这样子 证书它本身是任何人都可以考 它没有门槛 就你拿到证书 别人拿到证书 很多人都拿到证书 所以说不能突出你这个人了 但是比赛能够突出 你是半中挑一的这么一个人 其实就是这么一个事 跟你如果你的GPA比较高 也是差不多一个道理的 嗯 啊 GPA比如说 它满分之七的话 多高才算是比较高 嗯 一般像申请这批 就是六以上就可以申 但是 其实我经历大部分 很多人都6.5 6.7 就算很高了 6.5 6.7还有6.9的 还有7的 这就属于非常高的 然后他们去拿JP很容易 就拿到最后JP的offer非常容易 就是他其实 你像6.9啊 这种6.9-7的这种那个人呢 他其实都不大太需要任何的培训 就上去就跟他聊就行了 很多就这么 然后稀里胡 很多这些学员就稀里胡 都拿到JP了 自己都不是很搞清楚 自己都拿到 就靠GPA 对 如果有靠JP的话是容易很多 哇 JP比我想象的有用 因为大家都说 JP没有人看的 什么什么 不是JP就只有校长看 只有校长看 但是呢如果说你JP很高 你放到射招也是很加分的 我比如平时我说JP不看 这针对于分数低的 没有一下的 之前我还碰到一个 是4.3-7的 本来他的经验挺好的 他突然出现了4.3-7 那还不是补放呢 我都不敢给面试 但只有是非常高的JP才有点用 不高的JP是一点用都没有 那比如说他公司招人的时候 他一般是只看这个最后的 JP的均份 还是也会把你的成绩单仔细看一下 而且他们看不懂 除非是比如说你是UQ的 那你的Hire Manager也是UQ的 而且这位Hire Manager 又对UQ很自豪 就这几个条件下 他可能会看一看 但如果他对这个东西 都完全不感冒 他就没兴趣 但一般情况下 UNSW的校友 对自己本身的学校 非常的认可 UNSW的学生 如果说碰到了一个 UNSW毕业的人 作为一个Hire Manager 还是有一点详细的 其他学校几乎没有 莫大的USYD 其他网络都没有 就是UNSW 挺明显的 这个有什么 我说这有什么原因 就为了UNSW是这样的 可能UNSW的CS专业 他们自己觉得就是全奥第一 他们内心就觉得自己是全奥第一 然后毕业的学生 也会觉得自己全奥第一 而且主要是进入 比如进入Google的 进入Google之后 UNSW是非常会维护校友的关系的 是吗 对它会非常维护校友的关系 而且毕业的学生 包括我们作为一个 我们之前去参加过UNSW 我都天天被UNSW去聊 还是天天去被UNSW做调查 现在学校根本就没管我的 就UNSW特别积极 你也是UNSW毕业的 我又不是毕业的 哈哈哈 你毕业都不把我当校友 校友侯子从来不叫我 好吧 我看EQ他们还总组织什么校友活动 我不知道 反正从来没叫我 我都不是UNSW 天天他们叫我 哈哈哈 我不知道 没关系我马上也要成为游球校友了 到时候亲身体验一下 所以说比赛反正你得你得知道就是前几个有用没有后面就没有什么用 OK 嗯 不过可以试试 就算拿不了名次也是技术上的一个锻炼吧 至少我觉得是 对在比赛中你其实有很高很好的一个锻炼 嗯 但是一般情况下就得想 所以我特别说的是两块 就是说如果说没有任何的项目经验 只凭两块银牌以上 可以试试 因为我们之前有一个老师 这两块金牌 拿到老粉 拿到一个大厂老粉 就是银行的老粉 也没有任何的经验 转行的 根本就不是爱奇专业的 但他就算在简历里写了 然后后面的 还是要参加 就是面试吧 甚至可能好几个面试 对参加面试 但是简历那块比较容易过 不是就是他没有别的经验 他没有项目经验 只有两块银牌 大部分的学生啊 求职者都是有项目经验的 可以拿着项目经验去求职 然后再加一块奖牌会好很多 OK 明白了 好的那就努力一下 好的谢谢您 我暂时没有别的问题了 OK 第二位是 毕业想往AI engineer 这位是谁 你问的 是我 OK 毕业想往AI engineer 怎么求求职 是否不太有出几代 AI engineer岗位 是否先考虑到 Forsetide或者 大的方向 在求职代未来转岗 首先呢 我们虽然啊 虽然我一直在推广 这个AI engineer这个事 但AI engineer 现在这个岗位 固在非常早期的起时候 然后求职岗位 并不是特别多 现在的问题就是属于 它是一个非常早期 然后岗位也并不多 但是呢 现在我们能够接触到的 所有的AI方向的创业公司 都在需要 类似的 AI engineer AI engineer的这个岗位 这个岗位的实习 还有职 但是呢 所以说这透露两个点什么呢 第一个是AI 这件属于非常非常早期 但是岗位是并不多的 然后目前我们接触到的 AI的创业公司 或者拿到融资的 一些公司 他们都要这种类似的人 还有全职 但是呢 AI创业公司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没有钱 代表方顶不够 然后还代表 非常不成熟 不完善 所以说它整个的创业 属于互联网 就像当年互联网 外博二的时候 非常早期的时候 马云13 罗汉的时候 非常非常早期 整个整个模式 都是很模糊的情况 都是迷雾 现在就出来这么一个 模糊糊糊 出来这么一个岗位 需要这么一个人 所以从AI engineer干嘛呢 AI engineer 你其实可以理解成 准确的AI engineer 理解啊 就是岗位 它其实就是4 step Developer With AI 这种能力 然后再加一个 Cloud Service 部分Demort的能力 所以说AI engineer 它本身 它就是 是一个程序员 然后它有AI的能力 AI的能力是什么呢 比如说现在最常见的 就是Rack 就是很多公司 要做一个 自己的Rack系统 现在是目前 非常明确的了 对 做一个Rack系统 然后做一个Rack系统 就是我们需要 自身公司的数据 加AI模型 这是一个 然后是利用 Front 去做Parray 然后利用 比方说Lama Lama Index 做Action 然后自身的AI模型 构建 向量数据库 然后利用Front 去做向量数据库这边的Parray 然后再利用Lama 去做Action 然后最后 返回给 API server数据 数据或者说 Function吧 大约是这样子 所以整个过程的话 你看它其实这个东西 咱们叫后端也好 也可以叫后端 其实它整个过程 是跟前端没有它关系 基本上似乎全是后端 但是构建出来这么一个系统 那从这里来讲 你像自身构建数据加AI Model 构建出Vector Data Base 那这个功能要干什么呢 这个功能其实之前就是 Data Engineer的工作 然后利用Front 做Carray 然后利用Lama Index 去做Action API server 这些其实就是Backend 去做 然后呢 整个过程 整个过程 都会用到Cloud 那整个过程 就跟DevOps的IAC 很有关系 就是有关系 就你因为它整个过程的话 尽量用IAC去帮助完成 而且主要是 现在是什么呢 它是要多云 帮助多云Support 一般情况就是ABS AZIA OpenEd 全都要用 就这几个云 云到供应商都要用 那作为一些传言公司的话 你这东西都得懂 没有办法不懂 所以这个就是 整个RAC系统 现在正在做的 它整个 如果你想做 以后从事AI Engineer的话 我们首先得确定一下 AI Engineer这个事情 其实我 其实我去年就说过了 我二年时候就讲过了 然后这个事情 一年之后才出现 最早时候还是北美出现的 北美开始有 慢慢开始有这个岗位 然后慢慢呢 然后澳洲这边 也开始各种各样的出现 但是呢 现在这个岗位 还是非常早期 其实AI Engineer也好 或者Forsite也好 你再去找工作的时候 一种是走的是 叫AI Engineer 就专门的Title 叫AI Engineer 他一种Title 就叫Senior Forsite Developer 或Senior Software Development Engineer 所以有很多种不同的Title 所以说这些Title呢 一个是AI Engineer 这种名字 AI Engineer的名字 然后还一种是Senior 的Forsite Developer 那个是Senior的SDE 它现在有这种不同的Title 在去修纸 然后现在有很多的企业 它其实不是会去直接写 Senior 它里面的内容的话 你如果去看里面的GD 就会描述 关于AI方面的实施的部分 就跟我说的是很像的 所以说它本身 会有很多的Title 但是一般这种工作 都是Senior做的 那也就是说 从Senior以后 去衍生出来一个新的岗位 或者说未来成立一个新的岗位 是很常见的事情 所以说如果像 未来从事这个行业的话 可以提前去做准备 然后看看以后 能不能弯倒超车 就跟当时我最早求知一样 走 之前我上次分享过 就是我走Angela的时候 当时也没有任何做前端的 只有Angela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也没什么人知道前端 我就说当年 没什么人知道前端 我就靠这么一个机会 去走向这个岗位 弯倒超车 为什么现在呢 我又开始重点说了呢 是因为 我觉得可能未来十月 到明年的三月份 可能会慢慢出现 更多这方面的岗位出现 但我不确定 这个判断好不好 如果经济上会回暖 当然最近这两天又大跌 如果经济上开始回暖 有更多的资金 去涌入AI行业的话 那这些岗位可能会更好 但是咱们的岗位呢 还是得等金融市场上 能不能帮助回暖 这个情况 但这个是个大势所需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市场 比如说我现在身边 出现的一些事吧 就是我过去 我去年时候讲过 是AI consulting公司 未来肯定会出现 大量的AI consulting公司 但是去年确实也 因为整个概念并没有形成 所以并不知道我们要卖什么 那现在开始了 就是慢慢已经开始出现 尤其新年马尔本 新年马尔本是非常前眼的 新年马尔本呢 已经我能够接触到一些 出现AI consulting公司 那种小公司 就不是Deloy BWC这些大公司 大的资金公司 Essentia 有很多开始小的公司 出现这种专门去给AI consulting 这种中小企业出入于的 AI consulting公司 然后AI consulting公司 就干什么呢 就是做卓了 就做了一个事 只做卓了 就可以了 就能很赚钱 因为我们自己也是 其中一个客户 我们自己也正在搭建 这个ROG系统 然后给自己用 所以后面你们可能会碰到很多 加上自己的cheteboard 这个cheteboard是 加上7年以来积攒下来的 所有的视频的资料和内容 我们试验了一些 还是准确率还是蛮高的 就是回复也蛮准确的 都挺好的 所以你们后面可能 就会碰到这些东西了 所以这个事情 会发展的 其实可能也会很快 就是看大家自己 怎么去判断未来 这个市场会怎么走向了 Colin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谢谢老师您的解答 那我就是还有个问题 就想知道 这个AI engineer 接下来要准备哪些技术呢 因为我看你讲了 它涉及Full Style 也涉及Code Service 还涉及Data engineer 就感觉设计的技术很全面 那我们接下来准备的话 应该要往什么方向 优先去准备呢 所以我之所以是这么说的 其实简单来讲 就是全战依然是 所有AIT Infra的 Infra Structure的 最核心的部分 就是要做开发 开发的话 因为这次23期全战版 已经开始我们进行 增加更多的AI部分了 因为Drag现在挺明显了 像全战版只增加了 AI engineer的 比如说10%左右的内容 但我再往下加 可能再造出来一个全战版 内容太多 那我一般建议的是 首先基本的开发能力是得有 所以说全战最基本要求 前端后端加数据库 加deployment 这些都得OK 都得会 然后再往上 往后一步一步走 这些系统 因为AI模型 它就要去构建 Vector Database 也需要去构建 但是整个过程的内容还不少 就是先去一步一步 先把Forsite Developer搞清楚 然后呢 把Cloud Service 基本的Cloud Service怎么去连 尤其是Advice的Cloud Service 和Area的自己的Cloud Service 怎么互相连接 怎么互相Communication 然后这个东西整好了之后 你再可以走下一步 走到下一步的AI engineer 这时候为什么我说 AI engineer现在Title 你们看到具体的 比方其中一个工作吧 其中一个工作内容 比方就做这个抓 然后他说他做这个东西呢 首先 他首先必须成为Forsite Developer之后 才能做这个东西 就才能完成这个东西 所以说AI engineer的话 非常像当年的Delos 过去的Delos 它也是South of AI engineer 里面出现的这么一个岗位 也是过去Sendier都干的 然后呢Sendier 因为很多带团队 所以他把Sendier中的 一些的工作任务呢 去转到了Delos里面去做 才出现了Delos engineer 这个岗位 所以慢慢就这么画出来了 像现在的话也是一样 就是现在是Sendier在做 未来也会出现 当年出现的Delos一样 出现一个engineer 但是呢 为什么我会说 这个事情处于早期呢 是因为这个 还是跟公司的需求 本身是有关系的 如果公司的需求提不上来 他这个岗位 就是只能是说 有这个岗位 但是机会很少 如果从学习角度来讲的话 一步一步走 这些AI model和数据都很简单 数据 数据的话 这边其实简单来讲 就要搭建一个Data pipeline 要不然你的数据出不来 所以你要搭建一个Data pipeline 就是所谓的DTL 然后AI model 然后Vector database 然后出现最基本的 Turple的部分 然后呢 再利用promise部分 去做Carrot 然后再走这个 OK 你还有啥问题不 甘心你个心 没有问题 OK 会议聊天里的 我需要先把 线上的这些问题解答 之后 我才能解答后面 我先把这个问题 放到下面 上来问的是 这样有组织现在打开构吗 过去的开构比赛 其实都是老师组织的 老师想打这个开构 顺便把学生叫上 但是呢 我们并没有 目前主动去打开构 我可以去问老师 有没有人有兴趣 继续想打开构 主要现在开构的 奖金太少了 就是很多老师 没有太高的兴趣点 去打开构 但是你上次跟我说 清华的代队 我也有想法 后面我可以 说也 后面我可以研究 研究 关于这种 这种方式去打开构 第三个是 不清楚澳洲是否有类似的 校招岗位 别生应该去 这一条是谁 还在吗 还是我 好好好 好像都没有名字 澳洲的校招 其实澳洲没有说 所谓的校招 国内校招的模式 澳洲的校招呢 就是graduate program 其实目前就是一种 个别情况下 个别很少 有这种名词 就是graduate 某某 的岗位 position 有这种某某的这种机会 但很少 这没有季节 就是没有分级 可能偶尔出现 这么个岗位 但是graduate program 是每年 每年一到三月份 开启 然后呢 现在呢 也有七八月份 也有的 就过去其实没有七八月份 现在也有七八月份 每年七八月份 也就是这个月 如果现在是八月六号 应该还有一些 企业的校招 没有结束 大约是八月十二号之前 所有的校招 几乎全部结束 最终的还有 还有不到六天时间 你们可以去搜索 然后校招 让一般我是建议这样子 毕业生 让一般我再去写 校招的特色 特色 看这篇 看学校的tattle 看学校的活动 看比赛成绩 一般主要这四个 这个看学校的tattle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某个student unic的president 就是哪个学校的 就是某一个学校的 那个主席 学生会主席 还不是随随便便 普通学部的主席 那没有用 一般是studentunic的 正八点studentunic的 或者官方的 studentunic的主席 还有如果你是 做compute science的 一般是compute society 每个学校一般 也是有compute society 这几个 这两个主席是有用的 一般compute society 这个是学校官方的 如果是民间组织的 这个也没有用 这两个都是属于 学校官方的 然后我又不得不提 USAV6了 也是USAV6的 学生会 这个compute society的 主席的话语权很大 因为USAV6的 compute society组织的是 官方下场 直接亲自干预组织 所以这个 compute society的组织 会非常的好 然后它的president 是非常非常有潜力的 其他学校的 非常的野生 就是不是特别的认可 但是USAV6 还是很认可的 然后JPA的话 你现在基本的 就是6-7 或者说75%以上的成绩 就可以申请 然后学校的活动呢 一般是 所谓的一些volunteer的活动 然后某 某联合国 什么什么活动 这种活动 然后还有是 非洲 中东 支教 这种活动 这是为什么 你会发现有的学校 会出现那种 中东啊 非洲去支教的这种活动 其实是有用的 但是呢 一般没有太多人愿意去 看比赛成绩的话 像刚才是同排 其他或者说前三 或者说前三名 也变成前三名 或者叫前三能讲 这种 因为是你要有讲 因为是 主要是第四名就没有讲 你拿不到 你没有任何的说辞 其实只要有讲 你就可以放 但是大部分情况 就是看JPA 几乎所有的JP 都是看JPA 其他的不怎么看 然后从 校长的话 就毕业生 毕业生求职 如果JPA很高 或者某 协会的leader 叫意见领袖 其实就是QL VIP 意见领袖 如果JPA很高的话 可以走常识 走校招 还有东西叫奖学金 如果有很好的奖学金 也算可以走JP 有的奖学金很认可的 奖学金跟前面一样 就是你可以看到 所有的JP的校招 就是要看这个人的 能力如何 看人的 他整个的 他是不是个天才 他是不是一个 比较优秀的一个人 他整体的特色 就是干这个的 所以说他不看经验 经验这东西 任何人都给获取 所以他看不出门槛了 所以只有是 这个东西是OK的 如果这边很高 如果历史上 挂过科 就是说错 不是因校招 校招的情况有 历史上挂过科 历史上挂过科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只要在本科历史上 硕士历史上 国内的历史上 挂过科 这个条路就甭想了 就没有机会的 反正GPA太低 或者说GPA低于 6-7这种水平的 就建议不要太走小招 几率非常的低 但是可以试试 但这种几率也是非常非常的低 几乎没有系 所以说这是历史上挂过科 让GPA太低 这种情况就 完全不需要考虑GPA 然后像这种情况 只适合走射招 它特色还有一个地方 就是这批不看工作经验 和项目经验 OK明白了 我拆开之后 应该大家更清楚了 就是走校招的话 它不看工作经验 和项目经验 它就看再需要的一些特色能力 在校能力比较好 走校招会有很好的机会 但是如果说是挂过科 就给我们想 还有特色是千军万网 几度目条 这批的人非常的多 比如说你在这个学校 是6.9-7 但它其实有一个问题是 每个学校的6.9-7 或者学霸都申请这个岗位 就从GPA9来讲 就很多非常的多的学霸会申请 就相当是有很多学校的学霸 共同申请岗位 但是岗位数量非常有限 澳洲有个特色就是 校招为什么难呢 是因为每个公司大的公司 他校招也就10个岗位 撑死了15个岗位就没了 国内像华为腾讯 一次性收1000多个人 那他们去进入校招的记录会很高 但是澳洲就是不到 一大部分公司不到10个人 而且这个10个人还属于大公司 就很大的公司 可能也最多10个人 然后一般你像Amazon 你像Deloy 一个partner下面 可能只要两个grab 或者三个grab 就很少 然后校招 对 还有一个大家可能从来不知道 校招是HR部门 的工作 不是业务部门的工作 所以校招不通过 Taring Manager 只有HR部门负责 负责加决定 也就是说 校招永远 没有内推 所以你们要知道这个事情 校招是永远没有内推这种玩意儿的 不要是外面有人说 我推校招 推实习 没有这个内推这回事 因为所有的校招的工作 全部只经过HR部门 所有的简历 还有所有的东西 全部经过HR 所以说只有HR部门看到 然后你的简历 或者说你的这些内容 被其中的一些 公司员工直接塞进去 没有用 因为那是一个系统 是自动台的 而一般大公司的校招 它是自动化的 或者它是要排序的 要紧跟着所有的要求 去执行的 所以这些东西是没有用的 而且内推没有钱 你知道吧 校招内推 graduate program 内推 因为这个企业是不认可的 因为他不认可 你推荐一个毕业生 我需要去付这个钱 所以说他本身校招就没有钱 所以这个内推是从来不存在的 这个可能你们不知道 嗯 呃 OK 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不是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这个校招和社招 还有 谢谢 讲得很全面 辛苦了 好 呃 第四个是外部权量般增加了哪些 AI相关内容 呃 外部权战班增加的内容是这样子 外部权战班 我们是增加了只是增加了是 Azure加 呃 OpenAzure的部分内容 比如说 呃 老师 手把手把 手把手教呃 程序员如何开通Azure 然后使用Azure 你的 AI的服务 然后 呃 主要回信是这样子 那具体内容是相当是什么呢 我们分的一些步骤啊 就是一开始 呃 前端 向后端 发起 就是我们 我们做一个是叫AI translator Translate Trans Later Later的一个 呃 就是AI翻译器 AI翻译器 呃 主要是我们会让它干什么呢 就是实现 实现那个文字 转声音 转成 转成 声音 这个叫 Text to Speech 简称叫DTS 呃 这是其中一个功能 就是首先先让 呃 你的前端呢 能够去做DTS 就是从Text to Speech 这个功能 然后后端去拿到 呃 后 然后AI那边去拿到相关的声音 然后传到前端 这是一部分功能 然后呢 有了这个功能之后的话 就是变成 呃 然后我们就可以做成一个语音转语音 语音 转 语音 就从从做两次的DTS 对你自己的Text 呃 不是 做错了 就变成了是Speech to Test和 To Test 然后是再加一次DTS 就是Text to Speech 这两层关系 这语音转语音 呃 然后再会变 再会加一个叫Streaming和 呃 Streaming 加 Streaming加Ryota 就是可以让 就是像咱们现在用的JDPT一样 你可以你现在比方语音可以去跟他交流 比如说我说的是中文 然后呢 对方就你就可以把语音传回去变成中文 再会回答 呃 然后可以再做一个Translate 就是如果说我是中中成英 中变成 呃 中变成英文 英变成中文 或者说变成其他功能 就都可以 但是Translate 就是我我说什么 他翻译是什么 然后再反过回来 这是这也是一种 然后是呃 相当是一个问答机器 或者AI的一个语音 Voice Chatbot 原来讲就是 可以跟你的app进行对话 然后app用 用语音回答 这是大体的话 目前全战班新增加的是这么一个内容 有时候最后全战班的学生 除了P3的项目之外 还需要完成这么一个功能 当然P3你自己也可以定这么一个功能的 呃 功能的工具 然后去拿融资啊 因为知道我知道好几个拿到这个融资的 拿了不少钱 呃 这种也可以 像AI做Triple 整个过程的话 呃是比较快比较完善的 呃这是全战班增加的一个 AI方面的功能 所以说在使用过程中 我们就会使用OpenAI 使用Azure 使用相关性的很多的一些AI方面的服务 呃 去做 所以说目前我们是更像是直接使用 要用AI的service 并不是前面这样子 我们可以构建一个自己的一个 自己的方向性的一个数据基金数据库 然后做我们相关性的回答 这个全战班没有时间做 还做不了 而且需要的能力很强 所以一般情况下 像之前的往期的学生的话 是level3 参加这样的Rug的 但是当时但当时没有叫乱 那是后来的出现词 就像全战班的话 是现在是直接比较直接给的 这种AI这种方式去做的 就像是第四个 第五个金军已经问过了 然后下一个是Crockley 哎 六个和第 前面那种很像 一个一个内容 你在吗 在的在的 前三个问题应该是都重复了 嗯重复的 那就到GD GD在吗 现在回国这个 在的 对 在的 OK 然后23年 6月现在ITV为国 孝招进了银行 做后段开发一年 呃 现在回到澳洲 英斯巴布先生 在澳洲某大厂 做外包的ITSupport 对来规划 你在后端 在银行 做后端是哪个银行 中国银行 那他用的是啥 Java 啊 GASOSS 对 那中国银行是大厂系统 都是外包给印度了吗 呃 没有 他现在全部上次言了 叫做 就 这种了 科科技转型吗 不能全部都给外包 啊 哦 OK 呃 那确实差的还蛮远的 因为我我亲戚在中英吧 我比较了解他们的干嘛 OK 那你如果要做的话 你要移民对吧 并进行回来了 iSupport的话 你现在薪资应该不到7万 因为是外包 这个就很tricky 这个问题 他给我开的包 是开到7万多 那其实够移民的 最低要求吗 但是我这个合同 并不是在澳洲本土 我这个主体 是在香港的一个公司 那你发的其工资 是在澳洲发吗 是在香港发的 所以我相当于是一种 外派到澳洲工作的一个方式 正在进行iSupport 所以说并没有澳洲的PaySleep 对 那我知道了 那一般情况下是这样子 移民呢 现在也没有太多路走 就是48286 然后还有190 这三条路 其实呢就两条路 48286190 然后悉尼那边的190 应该出政策了 然后只可以考虑 但是190的话 那肯定就是考试 考试凑分数 然后48286的话 就是工作担保 然后现在你现在 可能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是职业认证的问题 对 对职业认证的问题的话 就看啊 要不然PY 要不然就是一年功的经验 但是PY 你现在是多久的486 5年的 还剩4年 4年多一些 嗯 你开始走PY呢 还是一年功的经验去认证 嗯 主要是你的iSupport认证的话 就是纯iSupport的一个GL 就没有办法走 PY的话 你可以换换不同的方向 就是说 得看你的一个计划 然后从 其他部分的话 这是一个对你来说 可能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号 到底怎么走 嗯 如果你快速能找到 因为PY 它是不积累你的工作经验的 但是如果你快速能找到一份工作 用这份工作 开始积累你的 呃 职业认证的问题的话 你是可以改掉的 然后ISupport的关键是这里的话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改合同 把你的合同 工作那种改成Supportware Engineer 或者说你想不错 你想以后从事别的 但是我这个是合同是跟香港的主体签的 然后就应该没办法用吧 呃 可以啊 现在Support是不考虑哪里工作 只要你满足一年工作以上就可以申请 哦 意思是我中国银行的工作经验来认证 哦 对 你没有中国工作 也 我想想啊 嗯 其实我 但是你的一年工作经验可以帮助Support的 呃 直接认证 直接认证这个我不知道 在Support你呢 你这银行的一年是有用的 但Support能不能用 而不是Support肯定是能用 这我可以百分百分的确定 但这个认证这一块 我没有看 看ACS的一个 我没有关注的ACS这边 那就看ACS这边 认不认可国内的工作经验一年 过去的时候 是要工作三年以上层的认可 嗯 或者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你在这边工作一年 然后用这边的一年工作经验去做认可 然后再加你之前的一年工作经验 然后就有机会走Support了 然后有公司给你做担保 这Support你就可以走了 但是我公司相当于是在海外 你肯定要换做 你不能在乎工作 我要换工作 肯定要换工作 我长期的计划 也不是说做AdSupport 我的目标还是说做开发 或者说是做 是真正的是一线的事情 不是做这种肢体的工作 但我这个职业的规划 应该有个什么样的建议呢 嗯 职业规划的话 你先你先做开发 那我肯定是更建议是 走开发的路 然后呢 我更建议是这样子 你就是走ForceDriva Driva加前端的路 大家按前端 就是Driva的这方面的一个ForceDriva 做法 不能纯做Driva 因为Driva 我给你明确 其实直接说一点 就是澳洲Driva特别多 而且一个个都十年以上的工作经验 而且他们是非常平均的 坑了就不出来 坑完不出来你就进不去 对 而且Driva在现场 市场上流通的人员 很多人经验也很多 而且一般都是 你像国内的 印度的 我们一般经常收到 十年以上的Driva的开发经验 来自印度的 所以对于你们来说 干毕业的同学 想找一份好的工作 就是抓换加前端 然后就是你的抓捕方向 抓捕方便的话 就是ScreenBot这些 然后再加那个测试 然后再加Q 那些就Q这些 不是很基本的 有哪些大厂是用这个技术战的呀 基本都有 不是大厂 都用 对 然后这是前端就Reit 这个不用说Reit的话 就是Redux 然后现在我也可以把NestJet放在这里边 然后Type3 这几个相当时也是必须要会的 然后就是Cloud的部分 Cloud的部分 因为你是如果从事Driva 或者从事Pn后端的群战 NestJet这部分那种是必须要 比方AppSync这些 MessageQ啊 然后C2啊 然后ECS啊 然后Redis Redis不在 你不要考证了 不考证 正经验不用考证 然后就Agile 因为中银行是不走Agile的 是Agile 我当时是Agile 你们中银行走Agile的走 深圳的 深圳的 不一样的 他们都不是很知道Agile 然后像Agile Gate这些 这Gate肯定都OK了 然后它这些是你基本的一个要求 如果想走的话 就补充什么 补什么 还有一个是除了这个东西 还有基本的一个DOS 这个它基本DOS 倒没有很多 就是CICD 上次我跟学员内部讲的时候 就是我说的很清楚 就是Multiple Environment 因为你自己在银行做 你应该也知道 多环境部署 这应该是你工作中 非常难的地方 就像CICD这部分的一个部分 对 然后这些地方 相当于你补充的 补充完这个东西之外 这只是个技术 然后再加一个项目经验 因为你现在国内的话 只有银行 比较麻烦 其实还是本地的项目经验 或者本地的公司 这两个 本地项目经验 或者本地公司 而且最好是你的项目 必须上线 不能不上线 其实就点来说 这个工作 有公司跟你做背 做依靠 跟你做背书 可能性会很高 然后因为你现在的钱 应该发的是港币吗 还发到澳币 是发澳币 你还发澳币 那就有PaySleep 没有 他发的是香港的账户 我再转过来 我转过来用 那就是 但其实说你在澳洲 目前来说 是不是有工作的状态 对 所以其实还好 但有很多的手段 可以走 就看你想走什么样的手段 拿到这份工作 然后记下你的经验 然后把这几个问题 给解决掉 然后482 现在是一年 经验 加就可以设计482 然后482 对公司要求很低 就是说几乎 绝大多数的公司 只要对公司 能正常的有收入 和正常的有开支 绝大多数482 都是可以满足要求的 对公司 但186要求高 然后186是累积三年 累积三年经验才可以 然后482的话 是一年功能经验 最深奸 所以这是一般 目前很多的路 还有GTI 但GTI的话 基本上不是PGD的话 或者说 没有特别高成就的话 就要花钱 就做这么一个经验 做这一个身份了 比较麻烦一些 然后482 186的话 就是比较正常的一个途径 然后这么走 然后190 就看新州的这边的190 具体什么要求了 但是一般是靠分嘛 你两个 两个方向都要去解决的问题 四年的话应该还好 应该你其实正常走的话 问题不是特别大 一般肯定是能脱合一名的 在你485结束之前 应该就能拿到一名 OK 因为是这样子 你有485对吧 其实不走48都可以 你其实现在就是要去凑这些经验分数 经验 一个是一年工作经验 短期经验 然后呢累积到两三年 走186 哦 因为你不大太需要482 因为你现在 186是雇主担保吧 也是 186是雇主担保 482只是工作担保 就是找工作呗 就是找一个正式的 有效的工作就可以了 其实 对 找一个正规正式有效的工作就可以 OK 对 然后还得看看是不是要七万以上 186好像有要求 前期就是请 在我好像是在你申请要正式 186之前 你的工作可能不需要达到七万 但是这个事情 我可能还要再问一问 你明中介是不是需要 就需要达到七万才可以 因为我印象中是不需要 这个申请186的时候 需要满足就行 OK 好的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OK 好 第七位是安主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了 但是没有了 非常感谢 好 安主呢 安主在吗 呃 你都在 你都在 你是流签转 配付血签中 三运递交的血签 目前没收到移民决定的消息 之前在国内做安卓 安卓人开发 呃 其实目前的情况是这样子 你三月底提交的是 tif的 对 但其实目前来讲 从7月1号起 我知道的是 学签目前砍半了 嗯 有没有关注到那个新闻 听到过 对 之前是58万的学签 签证 现在砍到30万 嗯 主要影响的 学生签证 就是非八大的学生签证 嗯 所以说一个影响 影响 现在其实影响的 学签证主要是 呃 影响 影响 影响的学生签证是 RTO为主 然后是非八大 非University 应该是 但是八大基本上 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然后是 呃 比方 tif也算是其中一种 但tif还算是 一种college形式 嗯 就是现在会受到这影响的 如果说你想 去申请的话 你也可以考虑一下 呃 是否申请其他的非八 呃 比方说你去三三星四星学校 也可以 嗯 那先对学生来说 那我是现在 等他的结果还说 我应该等他结果出来以后 再比如说他距离以后 再去干 还说 现在其实也可以去干 你可以去找移民中介 就移民中介应该会建议 你去会去 呃 比方说你不愿意申请八大的话 你可以去升三四星 学校申请 比方说麦考瑞 麦考瑞啊 拉守博啊 迪肯啊 这些学校 就每个州都有不同的学校 可以申请这些学校 这些学校的 这些学校的学费 也没有特别的便宜 还是也挺贵的 只是TaflRTO会便宜 RTO目前基本上是团灭状态 就是没有太大的一些希望 只有呃 如果说要申请RTO的话 也是会发COE的 那他就是要看呃 这个RTO跟移民局的关系 好不好 有没有之前被举报 所以这些 我建议一般会找移民中介 然后移民中介 留约中介 和移民中介 啊留约中介 留约中介好处是什么呢 他不收签证费 不是 他不收申请费 签证费 就是人家那个移民局收的 所以整个过程 相当免费帮你去弄 然后留约中介 一般赚钱是 你真正录学了 交了第一笔学费之后 留约中介才能拿到这个convention 对 所以一般建议的话 你就是尽量去 直接找留约中介 帮你去处理这个事情 嗯 嗯 OK 那如果说 我等他这个Taf 如果说啊 呃 他不行的话 聚钱里 我再去申请也是可以 你去学Taf是 学什么专业啊 IT Develop of IT 哦 那你为啥去Taf呢 一般Taf去学的是厨子 我当时不会 敢去敢去拿一个合法的签证 就没有想太多 想着如果是IT的话 那我读下比较轻松一点 不太懂 嗯 对读IT的话是轻松 但是一般情况下 因为你 你国内的学位是什么 国内是 就是也是大专 继续教育的大专 呃 那他的 那他是IT吗 对IT 也属于IT 对学的是信息管理 啊 信息管理 那继续教育 所以 所以我一般建议的是 你可能会申请一下 University会比较好一些 嗯 RTO都现在都很大 RTO只有个 我知道可能只有个别几个 还能够保证 但是基本上大部分是 完全不给下签证了 现在很多的RTO 就是把它放到海外学习了 不放到澳洲本土学习了 因为不给签证 然后就是 然后University会会好一些 University已经开学了 呃 三学期制的话 你可以找一下三学期制的 可能快一点 三学期就是USW Griffith 呃 其他学校我还不知道 还有哪些三学期的 比如说可能 呃 再过一个月可能开学 要不然就是明年二月开学 嗯嗯 我刚才就是 我我可以等 比如说我在TIF 觉得还是有一点的机遇 那我我可以等到他 比如说不行的话 拒签以后再去 University 这样也可以吗 呃 一旦拒签 可能性很难 所以我建议 你现在是在澳洲吗 对 你尽量去找一些 留学中介去问一问 实际上不行 你要找小花 帮你推荐几个留学中介 你都可以问一问 看你在哪城市 然后你问他事情 怎么去处理 嗯 就你的建议是 如果说要转的话 就进到转 不要等拒签以后再转 对 一旦拒签 有可能后面就无法申请 这样 嗯 而且因为你现在是旅游签 状态下去申请 这个事情本身 一直是目前 移民局不希望看到的 嗯 而且因为你三月提交到 现在五个月过去了 其实也挺说明问题了 你现在找一个留学中介 或者找移民中介 其实我觉得你现在的情况 可能更多 要去找一个移民中介了 留学中介自己本身 可能还办不了这个事情 可能找移民中介 帮你看这case怎么做 对 而且因为你是这样子 如果后面 如果找工作是这样子 澳洲找工作 一定要有所法签证 学钱本身不算是合法签证 只是算是学生钱 比如说你如果真的想找工作 就是像其他的学生一样 要有个485 嗯 485签证 这是正式的一个工作签证 但如果拿学生签证 去找一份工作 并且提供482这种担保的话 就会很难 嗯 那还不如直接花钱 走482呢 找一个公司 给你安排482呢 这还更容易更快一些 也不用加水费 还钱少 因为你 你不过那边有经验了 这种也可以 这就是看你怎么去走了 因为你现在比方学签 你现在比方学生签证 比方TAFE给你有学生签证 因为TAFE他不出英读学 好 因为我记得是RTO和TAFE的话 他不给你 485签证的 就你继续学完之后 可能不给你485签证 那就非常的难留下来 因为你想 为什么很多人去学RTO呢 很多人是去做转学 就比方说 他是自己家RTO的 他可能未来升到PVT学 未来升到UTS学 是底学分的 然后他可以快速进入这个大学 将他走到一条捷径 然后去到大学之后 才有机会申请485 嗯懂了吧 那些年龄超过35 我现在读你的 你也没有485 485现在有年龄限制吗 对 485没年龄限制吧 不是毕业以后35 以后没有吗 485吗 嗯 我们经常改 没事没事 现在签证了 现在签证也真贵 175 是第二次2600 真贵也有个签证 之前我们都是1200块钱申请了 涨了十倍了都 嗯 你之前谈到过就是如果是学生签的话 还有机会找一些兼职类的 你说现在其实 不是特别 兼职还是可以找 兼职是可以找的 那兼职有没有IT啊 兼职都是打工啊 啊 我现在说的 我现在问的就是IT的吗 你说是你之前找到过一些 然后说现在其实还有一些 有些就很难就难度非常高 是有的 但是我认为难度很高 因为毕竟大量的485找不到工作 他麻烦 费尽半天弄了弄了学签的人过来 而且学签有各种各样的限制 一般IT很爽 一般是比如说 你像其他的一些岗位 还容易一些 但是如果说是 你通过学签找一份 devile工作 那工资肯定是刚刚过线 或是人说不过线 这都有可能 刚刚就可能还没有过那个 最低的一个薪水 也可能过了最低薪水 嗯 对 对很多人 如果很多人是一个是 一边拿着学签一边打工的状态的话 可能会找更 先处更高的体力劳动 可能会找这些会挺多一些 那白领工作 白领工作的签证 一般白领工作的兼职 一般工作都很低的 嗯 嗯 对这是你可能要考虑的 然后因为如果说 为了产移民 的话 一共花多少钱 你可以做一个表格 如果做482的话 花了多少钱 这你可以算一下整体的钱 因为不一定真的要通过学签 去拿到最后的比较 嗯 48的话你刚说那种情况 找雇主的话 那IT的话也是10万家对吧 嗯 对 一般外面的价格是 你整体价格接近20万 嗯 就18万左右 嗯 因为光申请 光那个律师费就1万块钱 嗯 然后申请费就几乎快 5000块钱 这1.5万澳币出去了 然后然后那个 申请帮助申请的 一边中介还是5000 然后呢 这还没有算雇主 如果雇主是真实的雇主 这个钱也不要 但是雇主要自己承担这些这些2万块钱 然后呢 如果说是你如果出去买的话 就是89万澳币 一般是这个价格 嗯 所以整体价格的话大约18万 然后如果是走GTI的话 我了解到的是可能123万左右 嗯 有便宜的 有整体30万人民币的 就是背景很好的 然后呢 也有300万的 也有18万的 中的特别多 但是买这个事情 或者说走42186 这事情是有一个比较大的risk 嗯 就是这个公司别倒闭 啊 对 澳洲澳洲买容易倒闭公司的 这都是大家 如果这个东西真的很好走的话 大家其实还挺挺容易走的 因为最后整个 整个底位下来的钱 远远超过买这个的钱 但是有可能 这不有的时候公司可能会倒闭吗 嗯 就是 澳洲 但是现在停住了 对对 所以一般情况下大家是倾向于一个比较 感觉promising的一个公司 别整半天动作倒闭了 别弄浪费时间了 危险了 嗯 对 我现在其实在做 我现在在做就是在替劳动吗 我现在在做那个制劳 呃 我们这老板其实是可以做公司担保 但他可能没那么快 包括我之前还问了一个 手机维修的 因为我手机开发嘛 其实还是有一点这个相关性的 嗯 我现在提起这种担保 但是呢我还是想做it 但是我但是我想问一下这个it 其实 比如说比如说我参加这个全职班啊之后 他这个几率比如说 你现在你现在聊到过说这种 如果走全职班的话 能力推一会儿什么之类的之类的 还是有可能的 那几率大概不好说是吧 几率说实话就很难啊 我不会骗人啊 几率就很难啊 嗯 这些签证很难 嗯 嗯 留钱本身这个事情就是不能找工作 嗯 就换了血线 血线之后的话 要在两年之内 比方说一年半两年之内 可以找到一份工作 而且这工作得必须能够做SPA2担保 那还其实还有一种情况是这样 SPA2目前 起码目前这个我们叫Ministry啊 就是这个这个总理期间 呃还是可以无限换的 你比方你拿到第一个SPA2签证 你后面可以继续换不同的SPA2签证 可以一直续下去 但是保护期好像是几个月 保护期间你可以随便去换 呃对就相当提名嘛 重新提名 这个相当是SPA2可以不断的重新提名 呃然后呃就可以这么走 只要你拿到第一次SPA2的话 就两年时间 但是这个时间的话是不能断的 这个公司就在打着 而且SPA2期间是不准打 不准做任何兼职的 嗯 因为你是对这个公司做了工作担保 所以说不能打别的兼职 所以说就算是学生下来 然后比如说我做旋转班 然后去有什么给你推 或者什么之类的 包括我这样的功能经验 就这种情况加起来的话 想要 你过去有多少年功能经验 啊我我我纯10年左右 哦那10年的话SPA2很容易拿啊 嗯 都是安卓吗 啊都是安卓 对对 对安卓 那还不关系 如果在本地澳洲找工作 还得看英语啊 对对对 我就是想说这个 我们是能帮这些事情 关键是关键还有一条英语 嗯 还有一个签证 对 还有一种就是 找公司塞进去 但是那就是对啊 就像那种途径了嘛 嗯 但是他会不会 因为我的经验他会 说会会会不能高 比较难 因为现在其实所有的公司的经济都不好 看钱了 看钱 对对对 因为现在其实大家经济都不好 经济好的时候 比方说未来有很多串公司 然后就拿很多融资 可能这些东西能开绿灯 但现在大家经济都不好的情况下就很难 嗯 人家想靠着挣钱呢 他给你 让你摆弄 嗯 我经常说到这个啊 我天天受到 收到雇主的这种要求是吧 不是收到中介啊 收到中介说这个人很牛 多少钱经验 那能怎么样 我经常收到 所以你看我作为一个雇主 我也经常收到这个事啊 嗯 那还有很多人排着都给钱了呢 对是 所以不缺钱 所以有富裕的 对啊 所以说你可以想想这个事情吗 你可以仔细想一想 我们这个事都是可以 但是得看你自己个人 包括比方推荐这个事情 因为后面送到面试之后就靠自己了 可能拿到奥夫人靠自己 我们只能送到面试的那一部分 嗯 那这个面试到时候 比如说 我因为我之前还是 我还是考虑过 因为我 你上次一聊过 你说这个安卓 安卓你在本地这个 其实机会不是这边多 不是这边主流 对 所以我还考虑想做全职班 那么到时候 如果上全职班的话 他就推荐是 是每个人都会差不多呢 还说 推荐的几率啊 他是怎么个 啊 我们推荐是这样 一般我们拿的一些岗位嘛 然后岗位是学生主动 申请的 嗯 然后学生主动申请之后呢 我们那个 叫我们那边的人呢 就会去审核你的简历 有的时候 如果说 有的企业比较重要 比如说德勤 麦考瑞 他们的话 我们会提前面试 我们自己会组织一场面试 面试 然后挑出来合格的人 就再去送到后面几个 如果说 这个公司对我们来说 不是特别重要 我们就直接发过去了 嗯 对 我们现在就比方德勤啊 这一项 然后这几个公司的话 我们都要提前面试 嗯 出个口碑嘛 是吧 对对对 因为之前 之前直接发过 对方也直接要过 后来 后来就出这了嘛 我们的学生实在太不认 太不重视了 很多去得勤的 都不知道得勤干嘛的 就说你们会计会计公司 为什么还要找developer 我们都无语了 嗯 嗯 对 所以说这就看你 后面怎么去打算 然后好好想一想 怎么走会比较 比较合适 我没办法给一个准确的 因为我并不知道 你的一个经济状况 什么样子 然后你再去决定 你可以去算一算算账 到底是怎么做的比较好 然后比如说那个spar 然后可能我是建议的话 一般还是多问一下移民中介 你这签证的套奏会比较合适 嗯 好的 对 找起来移民中介问一下 嗯 因为每个移民中介里的答案都不一样 同一个移民中介 不同的移民的代理费都不一样 那他们是对方的了解不一样 还是说他们的 差在哪里 因为有的人 他可能没有接触到非常难搞的case 哦 他接的比较常规的一些是吧 对 如果说是呃 经验比较足的呢 就他们经历过各种各样的case 各种奇葩的case 可能都碰到过 对如果有类似的法案有可能的方案 对对相关的方案 所以你可能找一个年龄大一点的 经验 在这行业只有一点的 给出一些经验来 然后我一般建议的是多换几家 嗯 对我自己 我虽然我们跟很多的移民中介合作 但是每次跟他们聊 每个人都不一样 我一般都是去多找几家问一问 具体的一些情况 嗯 明白 嗯 他们会给出很多的不同的一些想法 因为他们满多会一样的 一样的经验 对 然后好像比较一下 跟那个 对对 明白 多换几家就比较出来了 好好好 行 谢谢啊 你先看分析 其实核心技术还是主要 其实签证问题 对是是 嗯 嗯 好 行 谢谢啊 哦 后面录呢 录IT 485改革两年这一位 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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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没事 我说吧 因为485过去一直是 呃 一直是两年 很久一直是两年 最近呃 今年7月份 刚恢复两 恢复 刚恢复了两年 那一般情况下过去的时候 你像21年之前的485全是两年 然后之前的建议是这样子啊 就是一般如果对对于学生来说呃 在第二学期或者第三学期 学习呃 全上班或者在罗斯班 然后第四学期呃 留给实习 然后第四学期结束前一个月 呃 找工作 呃 从简历找工作 然后争取 毕业时候 拿到offer 过去家人大部分的学生都是这个状态 就是一定是在 第二学期或第三学期就开始学 一定要给第四学期留个实习 要不然到时候你在第四学期结束之后 已经毕业之后呢 就开始再多实习 挺耽误时间的 过去因为482是要工作两年才能提交482 但现在是工作了一年就可以呃 完整申请482 所以他现在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节点什么呢 呃 就是482提交 有大约呃 三个月 周期 审理啊 那咱们就可以往前推 也就是说 需要482第 呃 一年半 时间 提交 签证受理 这样吧 你在 485 呃 说错 485 485进行到第一年半时间的时候就要提交482的签证 然后争取485结束前呃拿到482签证 或者说是一年半到最后呃一年十个月时候 十个月啊 为什么呢 因为bridging也需要时间 bridging的 bridging下签 下签 也需要时间 这就是如果公司啊 如果公司你在482 485结束之前 你还没有拿482 有可能就给你解约 就尽量能够提前一点时间去申请485 482 呃 你的工作还能保住 如果这个时间过了你就保不住 也就是说你需要在什么时间之前就要有工作呢 就485期间的 第一 有争取 在485呃第一个半年 到十月份 期间 拿到一个全职offer 才可以 要不然整个之后时间来不及 有可能 没有时间申请482 然后你的整个呃 整个一面就结束了 就没有机会了 所以争取呢就是在呃 第一月份之前 之前拿到第一个全职offer 然后才可以 所以过去的时候 比方过去的全 过去的学生更难 过去的学生 必须呃 要完完整整 在485 结束之前 积攒两年工作经验 才能申请过去的457 还有482签证 那现在的情况下 起码能够缓冲了大约半年时间 然后申请 然后最后拿到一个全职offer 所以在这时间之内必须要拿到 但如果你过了半年 以上 485期间过了半年以上 你再想去拿到一份offer 说实话 或者才来去上全联班 直接班 也不是全联班 其他的班 再拿一个 再去移民就很难 非常的难 所以得想办法找到其他的签证 办法才做才可以 所以这就是 如果说你要拿到485 我一般建议过去的学生都是 第二学期 第三学期 或者一个暑期 暑假 就开始做 然后最后一个学期 一定要实习 积攒相经验 在最后毕业之前 提交申请拿到offer 一般情况这样 其实大部分的 过去的很多学生 都这么走的 所以目前这条路 没有太大的问题 那就看自己 能不能提前认知清楚 然后准备好 然后开始准备 然后去做 如果485 之后再来申请 也有别的办法 那就看你到底是要怎么走 OK 然后第九个人是 D 还在吗 还在 我是23年6月 新移大学 又23年一年之前 6月新移大学 经济学研究生 毕业回国 然后本强 做管卫生一年 现在考虑两个方向 进专业务方 帮助解答管卫生 然后之后更容易移民 想回澳洲 485先生找一份 对移民之后 有帮助的工作 想资讯未来 直接规划 人民建议 先把485签用完 再申请吸除 到边地区工作 两种准备 因为你学的是 经济学移康 移康如果从澳洲 角度来讲去 去做的话 我规划一段做事 如果是移康的话 他就不能走190 没有机会 那就只能走482和486 482和486和GTI GTI GTI联合生的话 没有太多办法 只能花钱 然后482和486的话 482反正就是有一个 有一个全联合工作 然后就看你的管卫生 这个情况 一般大部分的 移康 毕业生的话 是可以走 可以走 DA 然后BA的 BA的国内 叫国企控国 BA的国内 叫产品经理 然后DA的话 就输入全息 这个跟你自己本身的学位 是有一些关系的 这种方向 就是BA和DA 但是呢 从移民角度来讲 只有ICT别 还是移民专业 然后DA也可以 因为DA的话 就是走482嘛 反正只要是有工作 就有退 这像这两个 你是可以走的 然后是Engineer 但Engineer 如果你会编程 你会编程的话 Engineer这道路就走 走不了 因为我不确定 你会能走 能走哪些 像Engineer 这是IT方向 然后其他容易移民的 像幼教 幼教 厨子 这些的话 要去 这个是要学一个Degrade 你像再重新 再学一个Degrade 就做才行 其他的话 走482 得看你到底是 走哪一个 因为我是觉得 如果从你目前工作 可能会走数据分析 和证明经理 在你国内的时候 可能会有这种 这种岗位 然后不让去走 然后是485工签 申请辨远地区的话 对 如果你国内做这类岗位的话 是可以的 一般485 485工签 不走 482是一年 一年工作经验 一年工作经验 就必申请 但是要同专业 同专业才行 同专业 就说 你如果说 比方说 你在国内做的是BA 比如说 你在国内做数据分析 你482一年工作经验 是数据分析 那你以后移民的时候 就用这一年的数据分析的岗位 再去找一个数据分析就行了 因为我不确定 你到底是想 是你的管培 是管到哪一个岗位 因为我能想象到的 还有是 还有很多不同的岗位 都可以 基本上就是 你必须同专业 你是DA的话 你就是后面 在澳洲找一份工作 也是DA 然后这么一辈子走 就可以 然后西厨的话 也是一样 西厨的话 我知道应该是要去 tape去学一个厨子的 而且可能要一年左右时间 然后再去学西厨 然后厨师目前是移民方向 还是不错的 就去找一份移民 还是不错的 保险方面 你们说做insurance吗 就是保险行业是吗 保险行业的话 得看啊 你精算是吧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做精算 做保险挺好的 但是保险 保险行业 因为我之前就在保险行业做 所以主要问题就是那个term 这些名词 然后是英文 你要最近出英文了 保险行业呢 保险行业基本上你都可以做 包括pricing 比方精算你的pricing engineer 我不知道你行不行 然后呢 产品经理销售 像销售的话 保险就consultant的嘛 资源师嘛 然后产品经理 这些都可以 但是呢 海外的保险跟国内的保险不大一样 因为你得知道那个 叫policypd文档 或者policydocument 这些 都要很熟 所以你可以积攒这方面的经验去做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保险行业挺难招产品经理的 而且大部分都跑了 所以产品经理本身是挺难的 然后精算怎么说呢 精算其实在一个保险行业公司里面 岗位不多 精算其实蛮好的 但是 因为澳洲的保险公司就这几个 能做writing的公司不多 很多公司 很多的澳洲的保险公司 这就是我之前做的吧 保险公司 大概不是one label 倒壳 简单来讲就是说 那些handwriting andwriting 好像叫andwriting andwriting这些东西的话 它自己本身的公司是没有的 一般情况下是用的是第三方的 engine去做的这种保险的精算 然后呢 所以说很多公司自己本身没有pricing的 这种engineer 比如说它自己是没有能力去开发保险产品的 大部分情况下都是talker别人的保险产品去卖 比如说cost insurance 比如说很多像quantus的 即使quantus这么大的公司 它的保险公司 它的保险业务也是切分了几个保险的公司的 而且大部分的保险呢 可能是 Aliance 这几个大的公司提供的handwriting的能力 然后其他人去用的 就是说很多是这么做的 就是说保险的精算 它本身的岗位 岗位便宜少 但你可以试试 国内好像 我不知道国内这样子 国内的精算还是感觉很好 但是澳洲的精算 不是特别的多 但你走产品经理的话 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机会的 就是很多的公司它talker 它可以做andwriting 但是呢 他们更多的重点是放在服务 服务于用户身上 服务于app的身上 服务于整个体验身上 所以整个背后的这些handwriting的东西 都是交给第三方提供 他们更多是做一个销售的这么一个公司 工钱属于保险行业 但我还在轮港 不太确定之后会定港在业务部门还是后端 放弃国内工作去 重新去485找分毕业的工作吗 我认为如果你能够去走向产品经理这部分的话 哪怕未来回复来澳洲 或者说没有485了 你甚至说也可以用482回来 去担保出来 来澳洲 我觉得也是有机会的 pricing的话 比较麻烦是因为 它必须要符合澳洲本土的 就是澳洲本地的这些法律法规 尤其是compliance 就是澳洲本身的金融监管部门 compliance 这都要回 所以说你到海外去申请个精算比较难 但是我建议的是 如果你能走产品经理的话 我觉得还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 因为起码产品经理需求还挺多的 就不是精算了点人数 产品经理的需求还比那个多 OK 你还长一期不 西厨主要是你可能问一下 因为中间我印象中的西厨是需要有degrade的 出事不是说直接走就能走的 需要有degrade才行 没有degrade的话是完全走的 就像幼教一样 像幼教本身比如说482什么的 但幼教基本上也是要去有degrade 然后去转幼教 其实幼教和护士目前移民最容易 比IT还要容易 厨师这个事情说出来很难 因为比如说你现在厨师 你过长一两年就不好说 这个事情非常不好说 所以最好的是你可能会判断 你学完之后 你准备要做之后 那个时候的情况怎么样 很多的时候是比方现在幼教好 幼博方的都去学幼教 但是万一如果说移民级运那边 统计出来的幼教的人都过于多 他可能就减少了 这个比IT就减少了 其实都其实都一个非常厚制性 TAC BA和Consulting 这位是哪一位呢 TAC BA和Consulting Clear Clear还在吗 Clear不在了 时间太久了 基本上每次都时间有 所以说你们以后想问问题 可以可以在那个前面问 那我也简单说一下吧 这个TAC BA和Consulting 如果是TAC BA的话 他首先呢 其实就是ICT BA 然后目前公司 目前产品产品房线公司 走的是BA加 BA加PO的两条路 这样子说吧 我就简单说一下 Technical BA 我们平时说的ICT BA 它其实是这样子 我们会分为 Venice analyst 然后Predona 然后是还有一个是Predon Bender 这几种路线 那像家人自己培训的BA的话 一般我们就是BA加Predona 这两种路线去走 所以说每个公司的 他BA也好 Predona也好 他很多的工作 是不太一样的 那BA的话 很多的时候是做 需求文档分析啊 PID文档啊 Requirements Requirements Document 像这种 然后Predon Spice文档啊 然后呢Stateholder管理 最后的需求等等 这BA的话 其实很多的时候会做 这些文档方面的管理 还有跟UI的对于 UI UX的对接之类的 这些是经常经常做的工作 然后Predona的工作的话 更多的是 拿到BA的文档 做Plan 然后做Spring Planning 写Use started 做Test Case 然后做会议 因为有很多会议 就像Predona 然后Project Manager的话 两种情况 一种 一种的Project Manager 就是 是BA加PO 一种Project Manager 是管理 所有的BA 所以说他 不同公司不一样 你像一般 像产品公司的话 他的Project Manager 很多都是真的 Manager的角色 有的时候的Project Manager 他其实叫 Product Manager 他不是属于管理 人的Manager 所以有时候会经常 会出现不一样的 一种就是像这个话 就管理 Product Team的所有BA 这就是经常会 不一样的地方 那BA和PO会是什么样呢 就是澳洲来说的话 Technical BA 它绝大数的公司 就是BA加PO 或者求职角度来讲 求职最低要求 就是你BA和PO都得会 这是为什么 我们在培训的时候 这个Spring Planning 和Soria 这些Agile 都是要非常清楚的 然后BA呢 就是主要写文档 去交流 它平行室 本身的工作很多 所以说主要是做这方面 然后这两个都是要去 都是要去做的 然后呢 往上竞升的方向的话 就是BA 一般是这样子 BA呢 到PO 到PM 然后到CIO 一般是这么一个路线 就是先是BA Bense Analyst 然后到Prod Owner 然后可能升级到 Prod Manager 然后再到CIO 到最高层了 这是一般的这条路 这是Technical BA 然后Consulting 既然如果说到 Consulting你的BA呢 他的工作的特点呢 就是呃存在于Consulting公司 这个你们得知道 Consulting公司的BA 是更多跟甲方沟通需求 把需求 转给呃转给Consulting 这个Consulting呢 是指的是提供解决方案的Consulting 然后可能在对实施 所以说Consulting公司的话 他们其实有很多种不同的Consultant 那这Consultant呢 有的时候BA自己也就要Consultant 有的时候或者叫Benex Analyst 去派到对方公司了 所以更多的是直接跟甲方沟通需求 有的时候会偏CIO的像 就相对授钱 真正消耗之前 BA跟他沟通出 出System Design的文档 System Design对方形了 比方出System Design的文档 啊然后 去跟甲方更多沟通这些需求 然后去做 所以说Consulting公司的BA呢 Consulting公司的校招 很多转成BA 就是说很多Consulting公司的校招 他们都是为了去招BA去做的 因为这有说 这个有好处什么呢 BA可以任何行业 进入 就是你比如说你选marking的 你可以选别的 你都可以进入这个行业 这是 这TencoBA去做的事情 嗯 可雷尔在 雷尔不在 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就去问啊 这是Tenco的一个BA方向去做 呃 澳洲中小厂需要刷算法呢 刷到什么程度 Tenner 对吧 对对 中小厂刷算法 一般 就我不能说个例啊 就是刷算法 刷算法企业 普遍呢是北美 加中资 企业会有寻求 呃 这一般是这样 就是北美的公司的基因加 或者说加中资的基因 会有这种刷算算法企业的要求 一般呢大部分到 Leadcode的Need 那边就不会再高了 一般Hard就根本就不会到 到Hard就能招到人 呃 如果说一些创业公司 算 呃 需要看创始人 背景 呃 我知道的有一些创业公司 比如说有的创业公司已经 已经七八年了 我认识的一个创公司 创公司其实到现在只有十个人 但是呢 他们有八轮算法民事 就是这个难度要求还比那个什么都高 比高盛都高 比Google都高 但人家敢八轮算法要求 呃 他们就喜欢招这样的人 所以说 有的时候得看创始人 因为创这个创始人 他就是美国人 美国背景 他就是美国的创业者 之前在美国上学的 然后呢 在澳洲创业 然后就做什么事 但是他就敢这么做 而且在公众办公室 所以这个事情就很难听 很难说 得得看你到什么程度 那所以澳洲一般一般的话 是不需要这个算法的 就包括澳洲的一些大厂 就90%的公司不需要 哦 就主要还是项目经验 对 主要看工作经验 但是呢 他剩下10% 一般情况都是很不错 很有信力的公司 嗯 那我是转马的嘛 然后就到毕业 就就只能是学习两年 然后我这种情况 就是去去在一个 在澳洲掌握一个工作 或者是进大厂的 这个概率有多少 你转马是 你本身有degree吗 还是没有degree degree是什么 degree就是学位啊 你是IT学位吗 是什么 不是 我是那个ideal master IT master 这就不算转马 原来一般转马都是 不不 我是那个 我是工科的 工科的背景 然后研究生来读的 读的master ideal master 我现在是第一年 嗯 还行 不算不算转马哪个学校 嗯 莫娜什 莫娜什 莫娜什的话 我就不建议你自己刷算法了 嗯 几率不是特别高 但有啊 我们其中有个老师是刷算法 刷到了Google 他就是莫娜什的 呃 那像澳洲的这些大厂啊 什么这种是 就是还是看看的项目经验 嗯 就这样子吧 刷算法的公司呢 Google 呃 Amazon部分 并不多 然后是高盛 Optiver 因为每年Optiver 应该你们都能看到那个 那个广告 这些公司是成算法 哦 那 就安心的刷算法就行 这些公司 但是呢 不需要算法 呃 我应该再打括号 因为肯定会有人跟我那个去 argue 初级岗位 初级到密的岗位 Atlasm 看法 这都是属于算是本土大厂 都不需要算法 但是呢 高级岗位 它的senior 尤其是看我的senior 都是要算法 但是看我的senior 就一个算法题 那他们这些大厂看中的是什么 是你的开发能力 开发经验 嗯 像就比如说我在这边 假如说我找到一份工作 然后我做几年 然后回国了 这边如果如果不是大厂的话 这个被调是会有影响的 呃 没事 都没影响 因为在国内都把澳洲公司 都当做小厂 这你放心好了 你哪怕是在Amazon 你也会当小厂的 呃 就是说他这边有的 就是这边的小厂 在那边被调的话 会不方便 呃 方便的没问题的 我们好多回国的 哦 然后就回国 他们找工作也很顺利吗 挺顺利的 很顺利 找工作相当容易 就是就是这么说吧 国内人据员嘛 比方说字节 比如说阿里 比如字节 像过去喜欢去腾讯阿里 现在喜欢去字节 哪怕是 讲来讲 比方说字节给这个人 给了一个offer 不是说错 比方说阿里 美团给这个人给了offer 但字节也给这个人offer 一般情况下 这个人可能就会 抓不掉其他两家 去字节 我们这好多同学是这样子的 比方有的人同学去了美团 去了拼多多 然后一开始 就是他们的经理 他们的lead 非常看不上这个学生 就是现场都相当地死了 就整个体面试体验也不好 结果最后给了offer 我猜 我跟他上走跟的时候 我猜 他这种面试体验 估计很多人根本 拿到offer也不想去 就是说 像他这种水平 大概就是个什么水平 在这边会工作几年 他这种小公司啊 其实其实他都没有公司 他是在我这边实习店 只是在我这边实习而已 然后我去了 后面就他选择去美团 我现在是这样 就是我毕业之后 他不是有一个应届生身份了 就是呃 是在这边工作几年 然后回国 呃这样不会有什么问题 还是说就是我毕业回国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我在这边就是如果就是 呃 pr web 是一定要拿的 嗯 我建议一般是有点经验再回去 然后因为你的算毕业呃 应届生是多少年 应届生是两两年 好像是两年 对两年吧 也就是说你可能工作半年 半年其实差不多就够了 半年或者用家人的身份去回去也行 如果你肯定回国的话 嗯这样这样一般都是都是比较顺利的是吧 他这边就是因为在这边工作 在这边工作的话 是不是就已经是就没有应届生身份了 回去的话就算色照 呃 也可以啊 有些公司不在乎 但是你像去你像去美团 那个就是他就说在我这边工作了 工作了半年了 他半年之后才决定回国了呢 他去GP摩根的呢 大摩的都有 我还给给他做了背调呢 GP摩根的背调 我都做过 哦 呃 我还有个问题就是 呃在欧洲的话就是 运媒这方面的岗位怎么样 运媒就divops啊 你回去找的话也是divops 公用的 但一般去 你像去微软啊 去这公司会偏多一些 外资 嗯 因为会用divops在国内很稀有 而且很多外资需要用divops 然后很多国内不会用 那他们更希望有人会用divops回国 比方做divops啊 这些事情 SRE啊divops 那我是就是我是从青年我才开始 学是这个的吧 然后嗯 就这边呃 我我像像我毕业之后找工作 然后就是说然后工作一段时间 然后再回国这些都都没有问题吗 没错 大家因为我没有什么机会 回国我可以都可以保证百分之百有工作 这边我都不能保证 但是回国我可以跟你说百分之百有工作 哦 一般一般说国内就更卷了 嗯 对一般但是你得就是这么说吧 得找一份工作的话 必须要一些这些基本的要求得过啊 像code quality啊这些东西都得过 才再去找工作就容易很多 但如果说code quality很多东西不过的话 澳洲的水校标签就会提升上来了 水数 所以说这些东西都得好好努力 但是都没什么问题太多了 这段时间 2021年回国的同学太多了 那几年那几年是经济比较好的 那几年在国内学历不错的话 那只是刷算法也可以已经达成了 对 我是觉得不用太担心回国 嗯 因为就我还是主要是担心一个基础 就是时间问题 就是我在学习的节目比较短 然后也没什么项目经验 对 那其实简单来讲就是积攒的项目经验 比如说丁丁 我们就经常送人啊 过去 因为我们跟之前跟丁丁合作很多啊 嗯 那他们做一轮就算法 很多同学是做一轮算法过不了 他们是最后一轮在算法 刷了做了面设半天 做一轮图加算法题 但都是简单的算法 easy的算法 没有很难 刷刷题就会了 嗯 那现在就是最近这个澳洲的就业市场是 是什么样的 澳洲的就业市场应该跟国内差不太多 都属于偏难状态 呃 就是不如之前好招 但是目前来讲的话 我可以说是目前的就业状态 是比17年到19年 当时刚刚做家人是要好的 就还是容易的 或者说现在的就业状态是比我上学的时候 容易就业的 14年到16年还要容易就业 只是大家容易在小红书上抱怨吗 看到很多抱怨的这个事情 然后小红书这些都太多了 他看到压力很大了 对对你其实不用管他小红书 过去这么多年下来 呃留学生找到工作能有95% 95%的学生是找到工作的 太常见了 只是当时估计大家没有地方抱怨 大家也不会在小朋友圈去说 也不会在群里说这事 嗯 我知道了是他有百分之多 只说现在大家都跑到小红书去发了 一堆人都下了一堆人留言 太正常了 嗯 现在我有好多同学 不是好多同学 好多学员 就面试很多啊 没有像他们说 连面试没有 他面试没有 他好好看看 为什么自己面试没有啊 我们自己学生一大堆面试 有些组就全全凹印了 全凹上岸了 有蛮多的 其实也是看个人吧 我一般建议的还是学生 学员的话是多跟我们交流一下的 如果出了问题就赶紧说 别等到最后的时候才说 项目组怎么怎么样 都晚了 嗯 嗯 好 我知道了 谢谢你 对 反正我们写的基本要求啊 你们只要能达到 就没有太大问题 现在也没有他的问题 只是工资底 只是现在大家的薪水 不像过去那几年薪水 可以要到很高 只是现在大家的薪水 没有那么高而已 嗯 哦 好的 嗯 谢谢 好 嗯 这几个提问应该不在做不上 我就直接说了啊 UNSY的均分72分 这个成绩可以被雇主接受吗 UNSY的本科72分 如果IT专业的话 就是刚刚够申请这P的信 也不算刚刚申请这个信 就是有可能拿到这P 但这个分数呢 不是特别亮眼 因为对手非常多 呃80分 80%以上 这就是这P 呃这部分 然后呢 射招不看这个 呃 如果这P高 射招会太多 如果这P不高 就完全不视不看 大体的话是这样子 那第13个是小红书 两年硕士 呃 两年之硕士第二期国内亚地工的经验 现在应该特建立吗 呃我一般建议是现在可以投兼职尽力 投兼职尽力 主要是呃Develop的方向 Develop的方向 呃 有几种是适合做兼职的 一般是叫 呃我可以写一下 适合 适合做兼职的岗位 啊一般是呢叫Developer 或者叫WebDeveloper 一般叫WebDeveloper 你可以试试 然后你比方还有叫WebDesigner 然后ITTest 像Business Analyst 那从Developer这边的话 还有是WordPressDeveloper 呃WordPress Developer 然后还有还有是 还有一种是前端 其实这WebDeveloper前端其实不大一样 前端更加注重工程 这WebDeveloper更加注重 呃一些比较基本的Web 大体的话这五种是比较适合走前端的 绝大多数还是直接Developer 取走前端会偏多一些 呃如果说 如果说啊英语不错 可以尝试一下ITTest 这个东西评训很快 大概四五天就可以了 但这个东西呢也挺靠人脉的 那就看你能不能拿到ITTest的这个 ITTester了 这个岗位 BA的话比较难 因为BA只有传业公司 创业公司 适合找 创业公司 适合找这个BA 第三的话就是传统传统企业 上面这个部分的话也是传统企业 适合走 所以说如果你投现在投简历的话 一般你可以走兼职 呃是可以找的 我之前在上学的时候就一直做这种各种各样的兼职 开中的情况呢是自己做外包 这项呢 赚点生活费 呃 像之前我做外包的时候 一个case的话 比如说只是做一个responsive web design 我一般会收3500 一个网站 然后大约正好就三四天左右就能做完 就没得改完 如果做wordpress的网站的话 之前我可能会收到2000到4000 你如果说自己运营的比较好的话 你一个月可能能收到三四个case 收到三四个case呢 你就可以还可以去做一些其他的优化 呃 比如说seo specialist优化 帮助他specialist优化什么的 呃 然后去赚钱 就seo specialist可以去赚钱 像我的时候 我们我之前做外包的时候 我大部分经验其实是在外包鸡蛋的 比方我接了四个网站 那我为了去赚他的host的钱 我就把网站分成了四份 放在同一个server上 但是我问对方收了四份钱 所以相当是能赚他的四倍的钱 然后是每个月都可以赚到四倍的钱 这样的话就能产生一个比较高的利润 然后为了能够去一个网 一个一个sack的host多个网站 那就需要去做multiple host multiple side host 就是说需要用Nginx呢 做反向运名链接才可以 才能达到这个 反向代理才可以 就是那时候去学的Nginx 所以很多的时候你们做外包啊 接向往啊 是非常能够提升自己的技术能力的 然后很多的像运维啊 divost啊都是在这过程中学会的 我之前接过 接过app的case 帮助他们做app 当时用Ionic 没有当时还没有realitative 当时用Ionic做了 这都很多年之前的 所以说如果说你是有能力 OK 你可以在学校记得外包 然后赚点钱 也挺不错的 学费计可能都能赚好了 然后视频号 提问 那我还是三年四八五工签嘛 应该四八五工签 然后一直没有DA的工作咋办啊 呃 然后首先我一般建议的 首先因为你带视频号 如果有提问的话 我员工会不断的往这发 你可以继续说 那首先呢得看 呃 自己适合不适合做DA 呃 然后呢分析目前求职的阶段 是简历轮还是面试轮 那简历拿不 如果没有面试 那就是简历部分出问题 如果说你面试了拿不到offer 那你又是面试的问题 所以你得分析一下 你现在到底处在什么阶段 哪种阶段 呃 然后去改变 如果说你简历一直过不了 就说没有任何面试 呃 如果没有任何面试 呃 如果没有任何面试的话 那就是需要看一下简历 有的时候你值得简历没有用 因为简历本身必须具备你求职的筹码 才写 如果你没有求职的筹码 这个简历也没有用 所以说你得看有筹码 有如果你有筹码 简历表达表达不清楚 没有筹码 去凑筹码 去凑向经验 这是你要自己去去去做的 如果有很多面试 没有offer 呃 那就是在面试过程中 过程中 没有满足企业的需求 或者没有符合 符合企业的要求 那就要去看一看 呃 去recap一下 哪一部分不符合 这是这个 然后第三个是 千万不要reading script 之前群里有人问啊 我不知道那个人在不在 千万不要reading script 呃直接面试直接表 如果说在面试过程中啊 天天去背答案 去recap一下 去recap的话 面试直接表达 所以说千万千万面试 不要背答案 千万不要去背面试题 所谓的刷题 然后背答案 然后去面试 你会发现 哎怎么这么找 这么难找 然后你会发现你之前的朋友 这个也不准备 就拿offer 所以说千万不要做这种准备 你可以去 可以去背框架 比方说你要去 呃 比如你要去回答的时候 你可以知道大体 回答的框架是什么 但里面的内容千万不要背 这是这个 呃 如果外包的话是这样子 过去我其实分几个阶段了 最早的时候外包 我是打着想提升自己 技术能力的情况下 去做外包 然后呢 转然后去用pvp啊 用dra source去写 争取链的技术 包括我还用dra source 用过 就在练技术 但后来的时候 为了赚钱 我就采用wordpress了 用最快的方式实现目的 这种方式wordpress 后来我就不想再做外包呢 就是因为其实练不到技术了 那这东西就是非常机械 不断的去做新的项目 上wordpress 然后去收这个钱 就没有练到任何技术 然后练到pvp 就不再怎么做了 所以得看你到底是想怎么样 要确认一下自己的想法 嗯 然后有pr和教师 维州教育资格证 莫大教育毕业 VIC 想在澳洲求职 找教育岗位好找吗 我知道的是 还算是pn好找 就是教师 教师岗位还是pn好找 那其实你这个也不用问我 因为你的同学应该知道 高中 k2的高中 然后小学 然后申请就行了 还有就是私立学校 差不多这些 所以你是可以走高中 小区别的这些申请 私立学校 然后去做 好处是什么呢 这些教师 他们也是有假期的 他们假期跟学生一样 然后去申请 澳洲的教师流通性还挺高的 你们是 如果你是做教育的话 是可以去申请试试的 因为有pr 应该说实话 没有特别难 我都感觉他不大需要过来问我 因为教师在澳洲 有pr的情况下还蛮好找的 是在一般他教师的时候有施工嘛 试奖 你又去试奖就好 高中初中 然后去那些高中学校的学校 还有种是你可以去做RTO 不过RTO最近比较难 所以说你可能做RTO比较惨 比较适合的话 就高中初中 然后私立学校 私立学校 私立学校 待遇非常的好 你是可以去考虑做不做的 ok 最后一个问题是482 嗯 我看账上申请有几个问题啊 那第一个问题的话是482要求工作一年全职 对 一年工作经验全职 并且要在同一家公司做 186 186不需要一家公司 可以累积三年 是这两个 然后482的事情我上次问过了 482不需要 不需要这问题 就可以申请就可以算做一年经验 但是问题是什么呢 482要求的经验不需要去澳洲本土 但是提交 482公司必须澳洲本土系列 澳洲 澳洲符合要求的本土系列 因为我们自己 像加上自己就是可以做担保的 我自己也全部申请了一遍 然后一般会我们会拿到一个叫sponsorship的一个要求 sponsorship的一个批准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做担保 担保了 所以叫sponsorship 嗯 然后482的要求并不多 只要是这个公司能够正常运行 就可以申请 包括我们一些老师公司都可以申请482 呃 这大气是这样子 如果485没拿到 485没拿到 485没拿到 然后想楼澳洲 想楼澳洲 怎么办 就只有482没有办法 只有482没做 呃 或者是这样子 482 GTI GTI直接移民 然后是 888 呃 结婚 可能这几种路线 如果你说的是482没拿到 想楼澳洲的话 基本上移民目前卡在这几条路线 所以移民方式目前就是几种 482到186 或者说也不叫482到186 186是可以当中申请的 像GTI 88移民 呃 呃 雅思 第三学期 就可以考试 呃 要求 6 这样就行了 就学校在申请学校的时候申请的雅思 一般到你申请485 482的时候也过期了 就说一般你要在第三学期 我第二学期都可以考 我最后一学期也可以考 大约您只考到就可以了 呃 找工作 找工作时间点 我建议是毕业就有工作 毕业就有offer 不是毕业就失业 就毕业就有offer 是最好的 我建议就是 最后一学期至少是 至少最后一学期实习 像前面如果有人 是可以去直接走 兼职的话更好 兼职比实习效果要好 ok别的 别的话没什么吧 然后 peat问的是 485找工作好找吗 最上的posting需要的是NV1 呃 如果你看的是 Citon的社会和NV1的 garens的话那确实不行 485还是好找 我们好多学生 都是485 也有很多学生 目前从事Doubles Engineer 还没有拿到移民 他现在比如说 他现在还是485签证 状态 然后在 就说485 应该说 家人很多 学员 都只485拿到的 Doubles 这种东西 如果你看到Doubles 那肯定是没办法 没办法申请 哪怕PR都不能申请 他必须要是Citizen 一般 一般这个项目啊 就是不止Doubles 是必须要Citizen 那所有人都不需要Citizen 哪怕是Marketing 都需要Citizen 找个跟这个项目相关的 一般情况下 呃 这种要求的 都是联邦政府的项目 不是州的项目 是联邦政府的项目 OK 我答完了 大家三同学有问题吗 对 大家有种问题吗 老师您好 我问个问题 啊 对 我这个问题可能比较具体一点 就是 因为 呃 我这个就是 也是刚才您说的情况 我就是面试很多 但是没有offer 嗯 啊想问一下 就比如我找好 我后天就有个面试 然后他是一个设招的工作 但其实我是个graduate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他其实有很多 啊 所谓的这个技术 其实是不匹配的 比如特别是这种 因为cloud的一些东西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您觉得能不能还整理我一下 或者是有没有机会 或者是你的建议是什么 他具体描述是什么样子 啊 他是说 那那他是一个mle的一个稿 嗯 但是他后来后来又给了第二个JD的话 他就变成了一个data和mle 然后他呃 JD里边写的很多是这个 什么aws啊 对lambda EC2 ECS 然后databreak 这种这种东西 然后呃 还有那个restal API 这种 然后open API 然后呃 这些就其实 啊怎么说呢 我是可以去了解一下他的一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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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的 但是他是没有tend down experience 所以这个东西 嗯 你有什么建议就想听一下 本账 你现在差也能差 刚才你说的这几个你能差多少个 我都差 哪些你符合了 就你之前做过项目 做过做很多项目 就是 但是他因为我是在学校做项目 学校项目不在cloud上 所以 所以他整个一套就 他就就 就比如说他要那些 比如很简单的那些 Python的那些做做做做machine learning 做啊 这些就ok的 然后但是他如果一旦他要说你要build a pipeline 然后 然后那个serve你的整个一个一个一个服务 然后做做CICD这东西就不太了解 我只能说我可以去了解一下 就比如我看个document 看个玩的youtube看视频我们了解 但是他如果再问深调问题 我都怕我回到不上来 对啊 还有data break呢 你用我吗 data break 我知道他是meversoft里面一个 就是反正做AI 应该在一起的吧 反正 这不跟meversoft没关系 人家是独立的 是独立的是吧 现在火是因为AI的火 我一直以为 我一直以为叫他那个是 是他整个那个生态里面 两个独立的 好吧 data break是独立的 data break是独立的 他没上市呢 ok 我不知道微软能不能投资 但从明面上是不是跟微 不是微软的 他是一个小公司 对 他这个公司是一个小公司 做了一个 那种贷款的那种小公司 嗯 对 这个这个 其实我一般看你多少时间 我一般建议肯定要有啊 其实这个东西都是很常见的要求 是 对你得简单来像像ECS啊 这像那 刚才说的那一套 就是大家的基本要求 就大家肯定都要走一遍的要求 包括大規 这一些 然后snowflake 就很多是要用的 因为只要一深入问 蛮容易问的 对啊 对啊 而且这是企业级的 企业级的软件啊 自己还剩下来了 剩下来了 想用都不会没法用 对啊 所以自己想尝试 好像我看都要花钱啊 要花钱 要花钱 它对的是而且是要企业的 对 这个东西就怎么 就您觉得 就还会有机会 嗯 得看可能你 你可能要走另一条路了 表达出来 你非常热爱这个公司 也非常甘心取缘 表现出很大的潜力 你只能暴露下这些缺点 然后尝试 因为你这个你如果不懂 直接回答 哦明白 你不能说自己懂 他其实不懂 对对对 然后就像对他们来说 像刚才我问你 我都没问W的具体 我就问W的公司 你也了解多少 就直接露下事 他没到后面了 确实确实 对 我建议是什么 简单来讲 就是女性你这么多面试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学员 也是这个问题 今天去面试 就很浪费浪费机会 还不是花两个月时间 把东西走一遍 搭一下 这两个时间搭完 你做的东西都都差不多掌握 再去面试就容易很多 因为现在天天面试 天天遇到同样的困境 这困境无法深入 你会一直 不太能否则这种情况 我懂你的意思 但其实比如说他 基本上如果我能做的这些技术 我基本上也都是去做了一样 然后但是他这种 比如说要Cloud的这种东西 这个就比较难 然后 大 engineer Devoss他都是要Cloud的 只有程序员 不大太需要Cloud 更多是做CAP feature 但现在的程序员都要CICD 都要有部分Cloud的经验 这都是三个必须的了 我辞责说的 已经是必须的了 那么现在我们也是这样要求 而且你要做的东西不是说吧 就是其实在澳洲 他就是要团队经验 不能个人 而且一定是商业项目 对 他一定是要商业项目 因为商业项目中 他会碰到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你现在面试 说实话 比方你这些东西不会 他面试你的内容都很浅 他会深入面试你具体内容 但真正的工作 他是非常非常深入 面试你的内容的 什么时候非常深入面试你内容 你其实大概率可能就能拿到工作 你其实那时候就知道 大概率我可能拿到工作了 但他老问你一些比较浅 比较浅的内容的话 其实就是没有办法深入面试了 所以我一般建议是 有些多面试这东西 还不是多花时间 哪怕花一个月做出了一个项目来 而且把这东西都串在一起 是一个表现 对 如果现在继续准备 因为我没有一个同学就是这样的 我其实也挺无奈 就是面试特别多 然后Lamda我现在都搞不清楚 那Lamda还是我帮助去写的 就是本来他如果认真做的话 他其实现在按照这个写的节奏 已经拿到份了 但是每次会碰到的问题 我看到的面试的问题都很简单 真正工作真正做项目中都能碰得到 都能解决 就很 因为现在机会 因为我之前从来不说这个 过去的学生大把的机会可以碰 就是这一家不要 那一家可能就要 但现在的问题是机会很少 就要好好在企业 就不要太浪费机会 所以尽量是把握机会去做 所以我现在的态度的建议就是 你花这么多的时间去做 还不如老老实实实 花一个月时间 两个时间 搞定这技术 使用技术的其中一个项目 然后去做 因为纯看是没有用的 纯看太浅了 它很多东西是不在文章里面看到 大部分都是做项目中出现的 而他们一般都会问这个东西 像我们的话 我一般也会问 我如果碰到之前做这个任务 做这个任务出现过的问题 我都会拿出来问一下 看它到底深入到怎么样 它回答之后 我再会去挖下面的内容 不断地去挖 那您有没有什么建议 就是这种项目应该 比如说有什么地方可以入手吧 就是 对首先你就得确定 你到底求职方向有什么 你不能MRE要要做 Data确定要做 Forsight要做 不可能 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准备 所以你一定要确定一下 你的一个求职路线 求职方向 如果你走MRE Moselang Engineer 你就想一想 你的求职筹买了多少 其实MRE 其实你已经 今天跟我说的时候 你已经知道 人家要什么了 其实就是串了这几个 加W 或者加Snowflake 这几个东西 你要把它部署到云 然后把PIPLAN搭起来 把整条链路 ET ULT 搭起来 整条路都搭起来 就好做了 我之前上课 我之前上课 我之前公开课讲过一次 是关于Data Engineer 它真正工作的一个 特色玩画的一个图 你愿意的话 你可以去看一下 之前公开课一张图 上次那课我去了 我看你画了 就把那流程走一遍 就跟你面试的流程是一样的 如果是EC2 EC2 ECS EC2 ECS就是不同的服务 其他的过程都是这样 有不同的选项 但所以说你在做的时候 做完只是低层 因为正常就很像 我们大部分的学生在面试的时候 我都知道 要做POC的 你要提交死路身体赛 比方做Data Engineer 这样子 比方他要做一个 那你其实还要提出一个解放了 这个解放 比方说用EC2 还是用ECS 还是用Azure 的Instance 有很多种不同的解放 这作为一个大电阵MIE 需要自己提出来这个解放 这个解放必须是很具体的 就不能是个high level 就不能说 我做feature engineering 我做Data Clinic 然后就 这个一看就没有经验 必须是具体的 我们平时聊就可以了 就哪怕是 比方说古路吧 古路很贵的 很多企业服务企的 你不用想古路 你得把比方 Airflow 这些东西具体的 告诉用什么品牌 这个品牌为什么要去选 比方为什么我要选Data Break 我不选Snowflake 这两种原因是什么 像Snowflake的 市值还比W高10倍呢 为什么我选W 我不选Snowflake 这里面的价格 价钱 运营成本 都要知道 这个一个项目程度不够 这就要做很多很多 就是一个项目 像你看全站 就一个大项目 大项目你得知道 这项目本身是做什么的 对吧 然后这个项目 为什么去选择 就像我们 这样全站 就经常其实你们 经常会问 就类似这种技术选行 而且尤其是 全站 我从来没有说过 这个POC问题 就是Sluven Design问题 但Dymos和Data Engineer 这就是非常非常常见的 这个问题 要给它一个Design 要给出一个System Design 然后每个System Design 都要去做 比方说你要做Data Engineer 最直接的来讲就是 选数据库 最长期的就是 选数据库的问题 如何去选择数据库 因为数据库类型很多 SQL NoSQL 然后比方说 做Logging的DataDB Redis 这些很常见的 还有很多一些IndexDB 很多很多的不同数据库 每个数据库的类型都不一样 这个就是你们做Data Engineer 这个岗位 怎么去储存 储存warehouse 还是储存Data Lake 因为它是根据不同的数据类型 比方说Spark Data 还是Ostrar Data 就是都不能区分的 对吧 这都是作为一个 第一最基本的一个要求 对 你概念我还是知道 就是 概念知道 不行 所以我建议是 你原来这个大项目 应该从 你从哪都拿到这种大项目 或者去做 也不是大项目 这个项目本身是很多 都可以有 比如说你现在 怎样来讲 你自己做弄一个项目 做AI的项目 然后把这AI的东西 部署到云端 然后因为有AI 我就需要去获取数据 数据类型 你需要找个地方 你要写个爬虫 你刚才说的 就RAG 这套我已经做了一个项目 就是前端 后边接个 chatbot 然后用RAG 那个我是用 Vertex 做的 然后呃 但是没有说就是 还要去用上数据库 因为你直接就是 直接给个query进去 他就直接那边云 拿个API出来 就就出来了 这就是这就是练习 这不是商业项目 所以你说那个项目可能就是要 对 商业项目 就比方说 我家家人吧 他说那个我朋友的公司 自己做AI上造型的 他给我proposal 我给我去做Demo好几次 我作为一个这个企业的老板 我就得看 他给我的这个准确度 到底过高 比我的手机的准确度高 他得给我出来一个 比方说我如何做 搭定归审 我如果把我们公司 各地方的数据 能够去汇送到一起 在东省 在官网 在JA 在很多地方都有 那他就需要把这些数据 全部自动的proposal 导入进去 因为量太大了 他得去搞定这个事情 这个就很真实的商业项目 是吧 所以说其实一般像 学员的话 一般就做一个项目就够了 他把所有的那种全部加上去 加上一个项目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创业公司的产品 我听了听说 现在你水平很高 但问题是 你做了一个项目 没有一个商业化了 是啊 因为你在学校做项目 他一定只是 不会用到那些很多的数据 也不会做成proposal 那只是有一个demo就可以了 对 所以现在就很拧巴 现在就属于一个很拧巴的状态 你说来参加我们培训吧 大概这些技术都会了 那就为了这么一个项目 我去花这么多钱 参加项目又不值得 但是呢现在呢我能听出来 就是你水平OK的 自询能力也很强 那问题呢就是没有上一项目 就是没办法去实施上一项目 这个只是一个潜在的 因为没有干净做个teamwork 我不清楚会出现什么问题 但teamwork实习 很多这些事情 都可能会出现问题 所以这个东西呢 就得看里面 到底是哪个地方去追走 然后包括你这次面试 因为能证明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做的项目是有用的 没有面试 但问题就是项目有了 但是呢后面的东西搞定 这就是一个问题 我算了算时间 可能你得两个月时间 才能搞定大部分的问题 我明白的 对 因为你要把做的东西串联起来 串联过程中一定要发现问题 一定出问题 不出问题的话还是一样 就是还是属于一个practice 一般情况下 你像真正做上一项目 就会发现举步危险 很多东西都要考虑 很麻烦很烦 就那种破东西特别多 特别烦 是的 自己玩 因为烦的东西都忽略了 但烦的东西 其实是找工作的核心 明白 也就是他在问你的时候 你要把你之前遇到问题 能解决给他说法 他就比较 对 其实大部分就是你找做商业项目 就会出现很多很多问题 各种问题是你之前 自己做是想象不到的 他有什么办法是创业 就自己创业公司 创业这个产品 你想出来的产品自己去做 因为你自己是stayholder 你就为了把这个产品做的更好 你会使用各种各样的办法 把它做的更好 使用过程 像我刚才说的 比方我刚才说的 不是找兼职吗 原来我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 比方我为了挣这些公司的host的钱 那我就是需要给他做multiple的host multiple side host 那为了做multiple side host 这个东西我其实过去也不懂 我自己去搜出来了 然后我发现 原来可以在仪态服务器上 可以host的非常多的server 非常多的web server 因为过去的话 比方说我们有tomcat 只能是80端口去做 我们不能用很多端口去做 就很麻烦 如果做multiple host的话 就很麻烦去见 那这个时候的话 如果说没有本身的需求 你就很难去找到这个技术 技术能力的突破 这个东西也是自己想出来 因为发现这个server 它的使用率不到1% 那我这把所有的东西放在一起 那我们的使用率就高了 这就是商业化会带来的一些想法 所以说你的东西一定要商业化 并且这个东西一定要给自己有利益关系 因为其实我已经找了半年工作了 好找半年工作 我知道啊 就是前半时间可能像您说的 没有再做这个项目吧 因为工作之前工作很多准备面试啊 很多那种大厂上刷题的 就是一刷就刷几个月 然后他的面试就很长 一轮又一轮 完了不是半年的过去 对这个问题就是挺普遍的目前 就是因为学校也会做了些项目 你们自己也会做项目 但是后来的问题 我发现的问题 一开始我也觉得还挺好 后来发现问题就是 这项目不行 这项目差太远了 不是我还是 我应该 我是PHD 所以我的项目是 我的做的那种research project 但是就是还是跟工业的拨债差很多 嗯 明白 对 那就那就很简单 你就是走M2 非常好 走M2就差那几个东西 把东西补充就好了 很快的 好刚才您说的AIG那个也是我也有 但是他们现在的情况 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就是有很多公司他会面你 然后 啊他会有一些 突然你说啊我这个职位没有了 然后或者说就是哎 你再等一等吧 我马上就有需求 就是consulting公司一直在跟我说这个 但是他们接下来 对 他们在谈着想没谈下来呢 对 我觉得可能就是您刚才说的原因 就是他这个需求有 但是怎么变成一个这个 有business model的这个还不确定 所以他就先把人先放在他那个port里面 也是一种情况 有可能是这种情况 其实我这样的面试有很多 就一直在是ghost的 一直掉着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行 然后一天一天就过了去 现在比较是因为你是PHD 然后呢那就简单了 我刚才你说MRE的话 我还想说大部分都是PHD的事 那现在PHD的话 其实就很简单 你现在补充的一点就是云端 云端自动化 type plan 像这些商业化 这几个东西搞定 比方说你百分之八十的求助问题 就解决好 那剩下可能就是公司方面一些mine side的问题 这些东西那得 遇到问题几个一次 遇到问题几个一次 你的意思就是那种BQ的问题 对 这个不好说我不知道 但目前是像技术是 一般情况下是百分之八十是技术 就一般像澳洲的话 Engineer的就是百分之八十是技术问题 百分之二十是Behaviour的问题 就是它整个的权状 明白 但是其实有的公司 比如说Amazon它会 它会有点直接给你讽了 对 我被讽过 所以我知道这个BQ很重要 前面他都给你过了 技术没问题 最后一段BQ再加 那就是这几个都得看 最好一个去找到之后去解决 过去的时候大部分都是睁一只眼 这BQ就过去了 现在就是不合适 就直接Fail 不会给过 基本上每出来一个就得去解决 每出来一个就得去解决 明白 嗯 行那我就没有别的问题了 行 还有问题是怎么争取内推 怎么争取内推 怎么争取内推的话 其实你内部内推 我一直说的是这样子 我们是比方说 这样子自己可以把简历做过去 但问题是自己本身要符合这个能力要求 而且我们自己的话 我们还要去审核一遍 符合要求他们推过去 CC问的是大厂也需要刷leetcode吗 Data大厂 Data大厂 没几个Data大厂 我们说的 我们说的算法 不是leetcode的算法 就如果说是ML的那些 DGN那些的算法 不是leetcode的算法 更多的是 大数据那边的算法 不是一个东西 OK 大家还有啥问题吗 对 三靠内推过Dowels吗 我们三靠 三靠好像本身是没有内推 不给内推钱的 所以说没什么人愿意做内推 往下来讲 CBA和三靠都不给钱 主要是这样的 我们内推基本都是免费的 也没花钱 对 三靠还不确定 我不确定是他们怎么进的 三靠有Dowels在 再不多 因为三靠是昆州的 而三靠最近被NZ收购了 所以说可能会 他们两边的人会互通一下 NZ倒是不少学员 每年多 半数多学员多 今年布村机会多吗 今年布村机会 跟过去基本差不多 还是西尼摩尔本多啊 总是会西尼还是摩尔本 会多一些 布里斯班 还是主要岗位多一些 而且布里斯班 现在是减少了周丹堡的名额 哎呀 所以有时候 你们可以考虑一下 是否在昆州找工作 因为周丹堡 今年只有一千个名额 很少 Developer和Data哪个岗位多 Developer最多 Developer是小公司都可以要 Data是小公司不要 他们付不起那个钱 所以Developer 一般都有这种工作 Data类的一般是走 Spy 18190呢 像Data Analyst的话 一般走的是 走的是BA 你可以申请BA的岗位 然后DE的话 你申请的岗位 其实是Software Engineer 189不用想 没机会 在IT里面没有机会 大部分的行业都没有9 189所以就不用想了 190 你可以看到克斯 很多190的机会 然后 基本上大部分目前 走482 然后186 一般是这样子 阿德 Developer 我们自己的学员是有阿德的 做Developer 但是他的工作其实是 别的周的 remote的工作 然后自己人和大家走 然后DS 就还小写一个 DS呢走的是Software Engineer 一般是这样子 就如果说认证 认证的话 其实你走482 无所谓哪个职业 只要是职业就行 然后会计大二 UQ在读 小朋友来找工作和拿片子的方式 会计呢 哎呀我早上打个视频号 我其实后端 我可以自己扫视频号 就可以知道你们在问啥 呃 会计呢是这样子 会计一般情况下 只有走Bow Kipping 国内叫出纳 或者叫Bow Kipper 但问题是啊 他的薪水啊 是5到7万 澳币 比如说刚刚卡线 刚刚卡住那个最后担保的一条线 这是Bow Kipping 外界呢还是走190 482 186 呃这三个路 没有别的 没有太多别的路可以走 然后这是Bow Kipping 如果想走CPA 这些东西的话 都要花钱 然后大部分情况下 会计需要后面考CPA 我也没有看到视频 直播中看到 OK 我可以接受视频号 嗯 Bow Kipping的话是5到7万 190482 然后会计可以是CPA 行 视频号我可以看了 如果你没有问题也是Bow Kipping 嗯 下方向就是190482 186 说实话 有一部分是走向性 嗯 然后因为很多会计其实拿PR 比IT要难 然后还有是走向性路线去申请的 然后190482 186 会计的话一般要考这个证 CPA 尽量是提前开始准备考 一步一步考 新手法Bow Kipping 然后然后未来直接规划 我可以走 finan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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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analyst 他就叫planner什么的 这些地方 然后是走会计 会计是 concent 这个concent的话一般就是住块嘛 然后做出纳的话就Bow Kipping Bow Kipping是最简单的 单问题是 要的很少 要的不多 Information System Management 教练呢 呃 如果Information System去走的是 S专业的话走一般就是两个路 DA和BA 没有别的路 就前面说的啊 只能走DA和BA 然后可以折移民 我觉得我 我其实我目前觉得DA和BA 还是比会计好少 会计它少 现在会计事务所也没有那么多 呃 现在其实处在一个问题就是 因为现在OK品做的人很少 呃 应该是能做的人很少 但是 岗位也 呃 所以说还是有机会 就是还是有很好的机会 呃 因为会计后面不再是热门专业之后 从事会计的人就不足了 但是呢 每年报仗的会计就这么多 导致非常难招BOK品的人 因为好多会计数据老板跟我说 现在很头疼 就是自从不是在热门专业之后 他们就很难再招到BOK品的人 就是相当是接不上了 那你现在再去走会计 走BOK品的话 是一条比较快速度 BOK品的话 我可以再说一下 BOK品简单来讲就是 呃 呃 如何 呃 ATU 提交BUS 就这一个 因为这是好几个老板跟我说的 如果说这个会计 知道怎么去提交BUS 这个基本上 百分之六七十 就可以了 然后MyYout这些都很常见 MyYout这些都太常见了 一个要求 像ATU如果提交BUS 因为一般是会计可以提交BUS 如果可以做这个东西 因为之前他们跟我说 要不要我做开发一个模拟 ATU的这种软件 然后 然后 培训会计 如果提交BUS 因为提交意思就不能特悔 因为每次提 每次修改都花钱 这个会计 目前如果找工作 算是一条路 相亲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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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啊 有相亲群 然后EE问的是 不是EE问的 好的 就是EE EE Master刚毕业 想组JPA还是找别的 EE就比较特别了 EE 主要是你们的JPA一般很低 因为这个专业很难 所以说你们拿到高JPA的可能性不很高 但如果有很高JPA 找 矿业 JP 就是可能性比较高 因为EE 普遍挂科 如果你的EE没有挂科 然后呢还有不错的JPA 那我觉得你走矿业的JP 是有很高的机会的 然后电力公司Energy 也是有机会的 但实际上你要知道EE JP去干嘛呢 你得想清楚 是找去干嘛 PAP 因为你们好像是走EA的认证 我记得反正你是走Engineer Australia的认证 这个认证很好 这个比ACS要好 容易拿 然后拿完认证 也是一样 1904 其实因为现在没有别的路 就19048 就这几条路 189几乎不批 没办法 但190 因为190EE申请190人少 你可以试试 但是你在UQ昆州 也不是很容易 也可以考虑其他州 走一走试试 但是矿业的话 一般是在昆州和西澳多一些 这就是看你选择 要不要去西澳 还是留在昆州 去找 尽量是JP的话 提前申请啊 提前半年以上申请 行 后面在这里问题已经试试了 你们有问题的话 赶紧问 我差不多快解答了 留学设计有485 有三年国内工作 经验尼米纳州比较好 190451 尤其是设计 这游设计才可以开发 不大一样啊 游设计比较难啊 游设计 因为澳洲游设计就这么几家 哈佛陆过 哈佛陆就是水过人者啊 然后那个过桥的 像哈佛陆是在昆州 他们很多年没有在招人了 你如果走的话 这边是有预避 预避 预避 全头这些公司都有 然后你可以去试试试 因为本身这个就挺难招人的 他们也不好招人 预避 预避在心里 有这些点 然后可以去试试 这几个常见的公司在澳洲 都有招人 但他们招聘需求很低很弱 你就看得看一些机会 其他的话就是 嗯 得看了 现在啊 因为他们每年 每年都会更新他的签证 如果现在看的话 就是佛陆斯最好 西澳 因为是给5000个州担保 是最多的 所以去佛陆斯 又有190 又有491 这是最好的 但是呢 他本身工作几乎也少 而且现在佛陆斯的房价 20%的增长速度非常高 呃 然后是就是新州和北州 你像这几公司啊 都不在佛陆斯 如果你去西澳的话 就要放弃这些游戏公司 呃 这几个游戏公司都是在 东部沿海这边 过一些 哎呀 如果WE均分没有很高的话 什么劲走射招 射招的话 我们之前其实推过几次 因为我有几个朋友 是做这个电路图的 呃 做电路图SARS的 就是在网站上设计电路图的 因为现在你们设计电路图 应该是用的几个软件 是被美国垄断的 呃 过去的时候就靠这个 还挺赚的 如果在澳洲的话 其实蛮难的 挺难的 我建议是这样子 刚毕业 我还想说你没毕业的话 找着实习 如果你刚毕业的话 你可能走一些电力啊 这些公司去尝试一下 看一看 有没有机会弱电那些 嗯 就是很少 然后走矿业 走射招 然后WE的话 WE的话 主要是他们美公司做不一样 像他们做电路图设计的话 那就会设计电路图 做弱电强电都得会 如果说是做 做矿业的话 应该跟他们那些矿有关系 但具体那些矿 我就不是很清楚了 呃 最后问一下就是现在是会计和BSM 读什么能提高 读什么MAS能提高阶约率 呃 如果你现在必须走会计和BSM的话 我一般建议的话 我不知道BSM是不是属于UQ的那个 可以移民的S专业啊 我一般建议是一定你要去问一下移民中介 你的IS专业是不是可以移民的 因为UQ有两个IS专业 一个Commercial 一个Commerce的 一个是BS的 一个BS的 我忘了拿一个是不能做执任证的 你首先得找到一个执任证去走 然后呢 呃 得适合就是怎么说吧 就业率的事情是跟自己关系 比方说你适合走Analyst方向 就比方说IS专业的那个两个 一个DA一个BA的 两个Analyst方向 那你就可以走 但如果你不适合走Analyst方向的话 呃 那可能走Engineer 所以得看你个人 适合那种方向比较好走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从SIG上找吗 是从Ground Connection Ground Connection 走SIG上就是走社找 你可以看 还有Linking 这三个去找 呃 尤其开发公司 还有哪些公司分配在哪里 我给你列了 Ubisoft 呃 Ubisoft在悉尼 预避 Gameloft Gameloft悉尼和 Gameloft悉尼和 Gameloft的悉尼和 Gameloft的悉尼和 FREAK就是 FREAK就是 FREAK Gameloft是 反正新年后一般都有 然后ROIT 我其实忘了 可能是可能是 可能是西尼 然后西尼 然后摩尔本 有个是就是那个 小马过河又过河 那个我具体 忘掉公司称名字 那是莫大的一个人开发的 Game的产业在欧洲不是很大 很小 一般情况 纯约设计不行 一般是Unity 或者说 虚幻 然后呢 这些是行业呢 你可以走 港三公司 很多是有这行业的 有很多有这岗位的 尤其预弊 而不是说错了 虚幻 虚幻引擎那个 虚幻引擎 过去的时候 因为那个 元宇宙大火的时候 需求老多了 后来现在元宇宙过去之后 就没什么需求了 所以有时候你可以找不到 Gaming的公司 你可以走 Consulting公司 以下艾成者 迪拉对付者类似的相关的组 可以走 这组的人数没有很多 OK